哈喽 小可爱 欢迎来到暴雪电竞馆 精彩的比赛即将开始 为了维护比赛品质 赛事开始前 请将您的手机关闭 或开启静音 欣赏比赛的过程中 禁止使用闪光灯拍摄 并且请勿在场内喧哗 奔跑及大声喊叫 也请不要再出入口机走道逗留哦 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优先考量 在开始享受精彩的比赛之前 请注意以下的安全相关讯息 馆内紧急出口 位于座位后方 本场所是有火警警报 及紧急广播设备 如果有紧急事故发生的时候 请留意广播讯息 并依照现场工作人员的 逃生指引进行疏散 发生火灾时 请立即通报工作人员 并且到现场灭火器摆放的位置 取得灭火器进行灭火 灭火器操作方法介绍 提起灭火器 拉开安全插烧 拉起皮管 朝向火源根部 压下手压柄 左右移动皮管 扫射接近火点 依据烟害防治法规定 本大楼全面禁烟 感谢您的配合 我们希望您尽情享受 暴雪电竞馆带来的精彩赛事 我们永远欢迎新的英雄 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 very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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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波 有点大事 en大事 郎辺 我的敵を喰らう HQ 以及 Margie Espo 目前在戰機排行榜上面 Blend Espo 是緊追在閃電狼以及HQ之後 因此這場比賽非常的重要 有關排名 保證精彩千萬不要錯過 而且今天是他們的主場日 在現場待會在這場比賽結束之後 觀眾朋友們有好康的可以拿 有獎真拿時間千萬不要錯過囉 那今天由於是Blend Espo 的主場日 我們優先歡迎客場隊伍HQ登場 HQ的教練也就選手們 請選手們先入座 好的 接下來呢 就要邀請我們今天這場比賽的 主角的主角 那就是Blend Esports 講師傅歡迎Blend Esports Welcome and please have a seat 好的 同樣在比賽開始之前呢 我們按照慣例 我們雙方都派出了代表 來到我們的舞台前方 要來跟對方嘘寒問暖一下 那今天由於是主場日 我們先邀請Blend Esports的教練 Serenity來先跟大家講幾句話 今天是我們主場日 我們今天比賽完之後也會有一些活動 請大家 我們也會有一個問答 然後大家可以從問答裡面抽獎品 好 期待那個比賽完之後和大家見面 謝謝 對 我剛剛有偷偷看了一下獎品 是很可愛的閃光公仔 非常的就是精美 好 接下來輪到我們的客場隊伍HQ的教練 來 有什麼話想要對我們的Blend Esports說嗎 好 那因為其實每次訪問都被觀眾們說很關翹 那今天我就來臉不一樣好了 那因為其實蠻多人都說我們是反派角色 就我們HQ是反派角色 所以就是因為這幾天其實一直下雨嘛 那我看Blend Esports其實 每次到會場的時間都有點偏晚 可能是比較累 那今天我們會讓你們早點回家 這個火藥味好像有點濃厚 但沒關係 我們還是要先禮後避一下 來 雙方的教練都握個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兩位代表 好 精彩的比賽就要開始了 接下來的時間就馬上交給我們的分析台 歡迎來到分析台喔 天啊 剛剛NITO都不NITO了 怎麼會這樣呢 早點回家 今天的主播台也不主播台了 我們以前都是三坦對不對 對對對 我們今天好棒喔 我們今天有坦有輔助有輸出 都不一樣了 變平衡了有沒有 好開心喔 好 我們還是要先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球球 大家好 我是阿森 我是Eddie 哇 今天難得有這個妹子來到分析台 好開心啊 有沒有 看阿森平常第一場的時候都是長這樣 今天第一場臉都在笑 我現在其實蠻有精神的啦 真的感覺不太一樣 風氣特別的心情 真的是不太一樣啦 真的真的 好 那我們回到比賽的內容 我們今天第一場是由Blank對上AHQ 其實這兩隊呢 在現在的戰績來說呢 是完全一樣的 都是我記得是17勝4敗 是 沒錯 所以今天誰贏 誰就可以拿下第二名的寶座 今天比賽非常精彩喔 Blank對上AHQ 那今天就是至關重要 誰可以穩坐進入季後賽第二名喔 沒錯 第二名進入季後賽 第二名進入季後賽其實非常的關鍵 其實季後賽誰在後面誰就 可以多一點資訊吧 對 雖然他是前三的隊伍會進去 但是如果你是第二名的話 你的主場的次數會比較多 沒錯 主場次數會比較多 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所以 怎麼樣都還是要整個第二 比較保險 對 那第一名當然是最舒服的閃電腦 HQ昨天就沒有跟閃電腦說 你們早點回家 HQ就比較早回家了 尷尬 因為沒講所以就早回家了 尷尬尷尬 那如果他今天真的就讓他提早回家的話 搞不好這會變成我們的OPC新傳統 是是是 每個人上來都要想一段有梗的話 叫對方回家 對 前天的時候 HQ對閃電腦是03嘛 可是 麻吉的來他可以上來rap一段有沒有 又又 還可以跳舞好不好 他說是尿尿的嗎 他可以學托比昂跳那個 Rizia我覺得他蠻會的 他的步伐其實感覺出來有點 魔鬼的步伐 步伐蠻穩的 對有點feel 沒有問題喔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字卡囉 好 我們首先看到的第一張 是我們現在聯賽的總戰機表 我們可以看到閃電狼現在是21勝300 HQ18勝500 我差點講成18勝 欸 差點講錯 好 接下來呢就是今天即將要對戰的17勝5敗的Blank 欸 我剛剛還以為他兩個都是18勝 因為那個是18勝5敗是因為他有更新到Shanseater對戰HQ的那一場 那如果HQ打掉閃電腦的話 他現在這一邊其實一二名的位置維持不變 只是HQ就有機會進第一名 有機會 有機會 對 但是在確定了閃電腦打贏HQ的情況下 HQ跟Blank現在只能夠來爭第二名了 沒有辦法 對 沒有辦法 現在閃電腦跟HQ跟Blank已經有一點拉開的感覺了 是 目前看起來是HQ跟Blank他們在尋找自己的東西 而且也要試圖擊敗閃電腦 那神亮其實在這段時間都是一直維持著一個是出題者的一個姿態 真的不得不說我覺得這個就是OPC鬥爭對攻最有趣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的Meta會在聯賽進行的過程中有一個巨大的轉變 變成說是一個隊伍以及選手必須要去適應一個全新的打法 不然的話他就會被淘汰了 是是是所以整體而言 神亮的陣型其實打到現在都還沒有什麼變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陣型目前是各個隊伍蠻頭疼的 他們還是有變一點點啦 就一點點 就是Blank其實昨天有想要稍微限制一下 不過我們可以待會再聊這個內容 沒問題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是今天的對戰字卡 第一場是由Blank對上AHQ 第二場是Blank對上MAGIC 再來呢將會由Fireball連戰MAGIC 之後呢最後一場是由HKA對上DATONATOR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對戰字卡 Blank對上AHQ Blank今天的先發選手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就是這六位了 ETA,TRILL,RQT,GUMBA,IEGUAP跟KIKI 那我們來看一下AHQ今天的出戰選手 喔還是選擇CRAPPY上場喔 對,Keras也上場喔 Keras也有上喔 Keras也上了 但我這一次的話就是 維持之前有擊敗 擊敗Blank的選手陣型 對對對 我記得他們上次打Blank的時候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選擇喔 哇,ETA,ETA的原式我覺得真的是 很炫 非常非常炫 很炫 對,他的原式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是猛的 真的是猛的 目前我一直覺得最猛的原式 對,然後呢 IEGUAP的閃光是 目前看起來是比較能夠跟 BECON JOKE做抗衡 壓制,互相牽制的一個閃光 對,其實我們在之前 前幾週的比賽看到就是 在對上閃亮的時候幾乎每一隊 對閃光這個位置都會 感覺有一定的落差喔 只有Blank在跟他打的時候 感覺他們的閃光是有辦法 做到互相的 到鏡像的感覺 對對對,有一點鏡像的感覺 不會單方面被射爆 甚至在one on one的時候 就是一對一 他還是有機會可以打掉閃 BECON JOKE 對,其實這差別蠻大的 不然其實你閃光弱勢的話 你會發現你的陣型 不停的就是很害怕閃光 你們閃光打不贏 你們閃光切不過去 他們閃光要切進來 你的陣型會一直縮小 成為一個被包圍的王 然後對方就包上來了 就包上來了 那這也就是現在主流的 刺客鎮最希望形成的一個包圍王 就是一個類似這樣子的形式喔 是,但是我覺得對於閃電量來說 他們現在要思考的事情是 如果他們BECON JOKE今天拉肚子的話 他們要怎麼贏遊戲 拉肚子要怎麼贏 對,因為如果說他們閃光打不出 牽制能力他們要怎麼贏遊戲 對,那現在各個對我 在看他們討論 就是他們就是說 我BECON JOKE的閃光有夠強 有夠噁心 妖魔鬼怪喔 對,好難打 真的好難打,壓力有夠大的 所以如果今天他一個狀況不好 有可能閃電量就爆炸了 對,我覺得閃電量 他並不會因為BECON JOKE的狀態不好 而變成落對 但是他們能不能夠 找到這一個解套的方式 因為目前他們贏的方式 都有一個勝利方程式 有,Eric感覺還蠻淡定的有沒有 他表情都這樣,冷冷的 我上次採訪他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他是一個就是這個 就是他平常講話什麼 就看起來很冷淡 他其實內心應該也是蠻屁的 奔放的 有大屁 HQ哪一個選手不屁 哪一個不屁 他們連教練都很屁 好,我們還是要回來一下今天的比賽內容 今天是Blink對上HQ 阿森剛剛有提到 就是你有什麼東西想要講的嗎 就是Blink 其實昨天打 閃電量級他們有出一個比較 針對性的陣型 像是努巴尼 努巴尼的進攻 就是選擇了 是萊茵哈特 然後帶76 然後也帶閃光上的陣型 去打對方的長短槍的陣型 那在進攻方式 看得出來閃光一開始 背根卻給他們掐進不去這個陣型裡面 他也進去會被收到牽制 然後呢 在對射的部分 其實ZON打的士兵其實又對射不贏 Blink這邊的76 因為他們沒有萊茵哈特 對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陣型其實 閃量是有一點被counter住的 有一點被counter 對對對 但是他們的閃量後面有換角了 有換角了 所以這個就是 盡管閃量換成了一個刺客陣型 他們打起來的感覺 其實還是蠻強勢的 主要是他們的雙輸出位很強 都非常厲害 對 那我覺得 背根卻的遊戲最為亮人 最為亮人 應該說閃電狼一直以來 都是以他們的這個輸出位為著名 就是他們的整個 每個carryway都是打得非常好 所以說他可以給予對方一定的壓制 那Abby這邊對今天的這個比賽 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昨天看上閃電狼對上Blink的時候 有發現Blink的坦克 在昨天好像打得比較不順暢 尤其是脆油的溫士頓 好像切後排能力 相對於閃電狼切的速度好像不夠快 才讓說Blink後排馬上就被Beggenjack 給切掉了 所以你覺得今天的對戰 尤其是在對上AHQ 這麼會玩一個平退的隊伍的時候 他的坦克有可能會 因為坦克發揮不好的關係 今天可能會陷入苦戰嗎 這是今天可以值得關注一下的地方 沒有問題喔 的確好像會有一個 應該說是我們在看Blink的比賽的時候 其實常常都有聽到採訪的時候 這個Trail這邊都有提到 就是說他覺得他玩得沒有對方的坦克好 而且他本身也是從輸出位轉成 我記得他是從輸出位轉成刺客位再轉成坦位的 嗯 可是其實 所以他覺得他的坦克玩得沒有比輸出好 所以他們想要轉移成一個E32的陣型 對 但是我又覺得Kiki的溫士頓玩得沒有Trail好 喔那會有點尷尬 就有點尷尬 但是Kiki的Deva又玩得比較好 對對對 Kiki的Deva玩得又比Trail好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如果你是團隊的教練 你還蠻頭疼你沒有用什麼陣型的 因為的確會有很多角色詞的問題 就左卡卡右卡卡 對對對 那神亮就是這邊有眾多的工序人 眾多工序人 然後呢去讓這兩個雙輸出不停的往前走 我覺得是這樣子 沒有問題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張地圖囉 至關重要的第一張 居然是伊利歐斯 這張地圖極難打 極難打 他是控制地圖裡面我覺得 目前難度最高的 有一根跳樓了 欸 這你不然是好眼力啊 我會是世界冠軍的好眼力 真的看得出來 哇伊利歐斯喔 其實伊利歐斯在第一張控制地圖中 所被選擇的次數算是最少的 那阿比這邊你覺得這個 會選擇伊利歐斯是基於一個什麼樣子的原因呢 我本來想說他會打綠洲城 會打綠洲城 我本來一直心裡想說會打綠洲城 但看下來的數據看下來 是不然你可能這邊拿到四勝零敗 這邊沒有輸過 唉唷 OK 好沒有問題 我們選手都已經準備揪了文化畫面交給主播台了 歡迎來到主播台 大家好我是今天主播易先生 大家好我是今天賽平聶寶 對 剛才聶寶一直強調說他其實也是輔助 啊真的 其實安娜也蠻厲害的 哈哈哈哈 沒有問題喔 我們看到第一張地圖的這邊 是由Blank的主場自己選擇的伊利歐斯 那想問一下聶寶為什麼他們會選伊利歐斯 呃 在第二周旋轉中的時候其實Blank有在這張圖 主場選過這張圖 那在於廢墟這張地圖 I U Up 的狙擊實在太強了 所以我認為 面對到現在HU的132體系 那我覺得可以在廢墟上面做最後的比拼 對因為其實像昨天我跟他生涯跟瑞教練聊天的時候 瑞教練提到其實伊利歐斯是一張其實極為困難的一張地圖 而且甚至在水警的時候也可以拿出雙飛的陣型來破壞對方的刺客陣 對 那其實Blank會拿一張地圖也是我覺得他們說他們有雙飛可以去做利用 那也有一個刺客陣可以做利用 是 你看說應對的套路蠻多的 那反而我認為HU今天都拿出刺客陣來做應對啦 然後在水警部分的話究竟Callman要怎麼來限制雙飛 這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 那Blank最近雙飛的法拉也是開始由輸出A塔去拿 那Trail就變成是專職式坦克的位置喔 那Blank其實昨天對上閃電戰的時候雖然是被3比0擊敗 但是昨天他們表現也是相當的亮眼 有找回他們以前高節奏刺客陣的打法 應該說昨天Trail很多次的衝鋒的時候都沒有讓Kiki去做保護 所以這場Kiki可能要多去照顧一下這架猩猩 不要讓他先倒下 是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果然如獵寶所說 不不不不 但是 右邊的那個Karis 右邊怎麼怪怪的 對他居然出駭影 果然Nito有說要出招了 喔有招 真的有招啊 我們來看到左邊Blank這邊出的是一個222的陣型 可是這邊是奪命女丹帶傷 哇 這個招 一開始一抓直接驅掉了Karis 哇 結果在搶中間補包的期限的時候 Karis就被釘上了 對 一個可以隱形的角色 哇我怎麼看到你啦 可是這樣會不會很尷尬 是因為其實他們出 漢影的話其實就想 應該就是想害這個大補包 以這邊做為那個做主要的會戰地點 但是其實奪命女在那邊另外一邊的高台 其實很好去照這塊地方 應該說這個去 呃這個補包反而會變成是一個誘餌 對不對 我放一個耳食 在那邊 啊我們去吃對不對 那我就往那邊去照 所以 反而Blank在左側高低的平台 可以清楚的看到這個補包的位置 是 那這邊Karis目前一個亥隱形 害到自己家後面的補包 那目前是在開始做繞位 Blank的全員性也是拉到右側的部分去做傷害 連奪命女都在前面 這邊的話 剛把的一個 和尚被抓到了 一輪彈甲打完 這邊和尚沒有死 第一把即時回補 直接摸掉了Karis 哇 轉角一個右鍵 摸 摸死你 哇 Blank開始狙擊打了HQ 措手不及 那目前的話 其實一開始有大招 是IGUP的奪命女 那這個大招其實 影響性不大 反而是HQ對面DZ跟COMEMAN大學 其實獲取的速度也還不錯 是 等一下是兩個閃光都有一個邁通炸彈 好這邊 後面黏上了DZ在正面火力 就打掉了IGUP 哇 一個炸彈直接打掉 但是馬上ETA閃光過來 點掉CREEPY RQD一個音量衝擊 也收掉了DZ 哇 RQD一個RUCEO回防速度很快 直接帶掉兩隻刺客 對 今天在抗制的能力上面的話 Blank有做 有充足的準備 是 哇 這個ETA很兇 這邊抓到是DZ 這個沒有黏到 反而現在是ETA在跟 Arican做拉扯的時候 Arican是收掉Arican 哇 現在點上錯硬撐 大學交換上沒有問題 旁邊拔刀 哇 在這個藍盾屏障下面 你的刀是無用的 對 是不是被小T8給揍掉了 那這邊換RQD 也收掉LazyT9的機甲 整體來說 Blank目前防守的狀況很完整 到了80% HQ剛差一點8點 搶了下來 這邊是喊了一個暫停 好 在開局上面 KAROS先倒下的瞬間 那其實在能量上面的劣勢就很多了 就 害最重要的大學循環就起不來了 是 而且在第二次的烙杯的時候 KAROS也被鋼板抓掉 那也算是第二個 他沒有辦法開大學 打出一個會戰的錯誤 那葉寶你覺得說 為什麼他們會想要這樣地圖出 海影 主要 怎麼說 想用一個 在正面火 正面看不到的情況下 去抓後面的狙擊 因為 其實大部分的D把 星星 或者是 原始閃光 在正面交火的時候 你都可以清楚看到他的路徑 所以 這邊你想要有意圖性的去抓 對方的狙擊手 那 自己加的坦克 或者是刺客 就會加以限制 對 那也應該說 距離過長 刺客過來的途中 可能就會被拘掉這個風險 所以他們選擇用漢影 只是漢影 其實沒有辦法 快速地去越過地形 除非你 因為相會早上期其實相對 會丟在一個 讓自己回家的路線上 所以變成說 KAROS變得是 他有一個心理準備 要有去無回 這有可能就是一個 高風險高報仇 高風險高報仇 高報仇的打法 那有抓到 結果是賺 那反而我不用太去顧正面的火力 因為 正面只要強要補包 我只要亂到狙擊的線的話 其實正面 會戰會是 欸咻這邊有遊戲 喔就少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火力線 好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的話暫停結束了 這邊的話是 ETA跟忍者 COWMAN的一個單挑 One on one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ETA其實找一個側翼的位置 這邊沒有人能騷擾他 但這一段狙擊手處理不掉 所以雷姨嘆又換成了 奪命女 要互居了 哇現在的話 奪命女這邊 哇消費轉換器沒有丟上去 有點尷尬 這邊的話 核戰也開結超煩路勝 正面部分呢 Kiki跟Diva 則是收掉了兩隻此刻 這邊狀況有點慘 這邊的話 人數完全還在blank大用 Overtight開始燃燒 HQ能碰到點嗎 沒有辦法 地藏地圖廢墟果然 大家是由blank拿下來 這一招果然真的有用 當然blank 在這個距離手上面發揮 確實是比較好的 甚至根本不怕OPC任何一支隊伍 我覺得閃電人有機會跟他應拼 可能讓中打或是讓Commel去哪 對 那我現在問你一下你的房 你覺得OPC三大狙擊手是誰 以奪命女來講的話 你自己心裡排行的話 我覺得 我還不錯吧 笑這麼大聲幹什麼 笑這麼大聲幹什麼 對啊 沒錯啊 之前我還記得 在一單挑EB的時候 聚鷹鼓拉馬 欸 好像有這麼一回事 好像有這麼一回事啊 我這個人就是不追求公民的 好 沒問題 我只看向明天 好 謙虛 我不看過去 來 這邊第二場打的是 井 好 第二場來到井 可是這邊我沒看到blank 並沒有拿出他們的雙飛陣型 是 長短槍陣型 來打對面的純刺客陣 而沒有拿出雙飛 好 我們來看一下的話 這邊的話是 一個22的陣型 一個長短槍陣型 HQ拿的是一個拳刺 這一段五一分推喔 率先就站著到對面的大部隊 這邊星星跳的位跳得很左斷 我覺得是靠妹有給了一個情報說 第一把站在那個燈塔上面的二樓嘛 那反而這邊二樓情報給了之後 正面就沒有人去做保護了 是 那前面HQ衝牌是很順利喔 靠妹一個人帶掉了兩隻 DZ在側野收掉了ATA 第一波玩手 而且其實能量進戰來說 跟blank差異很大 是 那當然blank一樣是拿出了雙飛陣型來做應對喔 之前在打閃電檔檔的時候 就算出在大學 就是萬一這邊不對 打不過對方 那我們就出一個 給予空戰的壓力 然後把這個壓力持續到對面站 對 那我接下來要看一下說 Cowman這邊要怎麼去處理這個法啦 真的 一個對空忍者是一個很高難度的事情 上次拔刀硬砍雙飛 是 有點太過夢想 第一次成功 但第二次都砍不到 對 沒有天天在過年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KICK & I drop 這側野包抄的部分 是抓掉了Cowman 正面ATA的一個空中火力 沒有辦法去抑制喔 那這邊的話直接收掉 I reckon KICK也點掉Lazy Titan 這段很麻煩的是 如果Cowman要換閃光 給予地面部的壓力的話 那其實 這邊的能量循環會劣勢 然後再來是DZ必須要換成7-6 會來針對這個雙飛會比較好一點 好 沒有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Lazy Titan等一下的打法 似乎是要變相一點 變成主要是要去限制掉ATA的輸出喔 對 這邊拔刀很關鍵 但是有Trail和KICK的自爆來做應對喔 這邊可以反向丟一個大絕 我覺得基本上忍著拔刀就是零作用 對 就只能拔刀出來撤退 那可能就要看說HQ前面要把戰場架在哪裡 這邊位置的話幾點秘物較多 超面其實較好躲 自爆是率先開得起來 但是這邊Cowman並沒有還沒有拔刀 所以這邊有個拔刀優勢 這邊直接把空中拔刀把開剁 哇 這邊差一刀 哇 現在只能晃空 還是趕快砍地面上的吧 不要不要再追求了 這邊的話是晃艾瑞可能這邊 野進進度開啟 硬把空中的鋼把給拍掉了 我只能祈求Jeff大大給元氏一個刺拔 好不好 對不對 我覺得還蠻合理的阿 對 我們看到他們剛才很協同喔 啊元氏已經躲不到了 那這邊換星星跳上去打 還真的拍掉鋼把 不然就是以後要一個BUFF選項 可以讓那個DBA踩在 原始踩在DBA的頭上 你說跟跟BUFF的廣告一樣沒有對不對 真的 那廣告要跟那個食物符合阿 對 要有這種聯合COMBO技能 不然就是星星可以把人丟上去之類的 哇 那更帥 丟閃光 好帥 空軍1號 GOGOGO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話 Blank在經過剛才一波防守之後 目前來到三個燈亮 法拉的火箭彈幕配上磁備的復活都在手 這一波集的HQ相對難打 雷斯太爛在空中丟個自爆想要炸雙飛 落地再大海裡炸掉了雙飛 哇 這個說到做到沒有問題 雙飛直接倒下 這邊是HQ一個很好的破口 這邊漫戰丟下來沒有效果 但這邊人數又是來到HQ身上 這邊是雷斯太爛配合上 D-Erik的心情抵制法 DBA的技巧可以打掉之後 DZ配上COME也收掉的是Trio 你知道剛剛HQ這邊有一個應對錯誌 主要法拉他們在重新廣場的時候 他們不能用戰鬥爆破 做第二波的位移 那再來是他們必須要用飛行的方式 移動到那個岩蔽屋後面 可是這時候星星有來做限制 是 哇 這波打得很漂亮的這個開場 那這邊點是被占了回來 但是Blank其實已經占到99% 是一個很大的大局優勢 而且其實Gomba跟Eta 兩個大招都還沒開啟 這邊IGR牌 多了一個賣衝炸彈可以做使用 是 剛剛只能用一個自爆 來限制對面的雙飛 但反而在地下閃光跟忍者 無法處理現在這個局面的時候 我覺得會變得麻煩 哇 正面火力開得下去 再來第一時間有炸掉的是Kairos 但是後面的傷害其實是被DVA給扛掉 但是結束之後一個普攻 還是收掉了Creepy Eye Drop也點掉了一隻蛋的機甲 這一波火星彈幕其實來得有點快 HQ無法招架 人數倒了很多 鋼板這邊把復活開了起來 這邊是人數完全拉了很大差距 點上Irican的星星目前是遭遭到大家的圍毆 沒人踏點 點這邊被Blank給拿了回來 Overlight也開始燃燒 這邊星星想去怕踏點 繼續延期 那這邊的話我們看到和尚也直接開解 超凡路士來掩護自己的隊友 這邊HQ的隊友是到了 Kalman手上一把刀 救命之刀 能救命嗎 智暴丟了下來 沒有造成任何傷亡 一台旁邊也是收掉了Creepy 這邊Kalman把刀開剁 但是這邊在剁星星 但是星星旁邊有個慈悲在跟著他 雖然剛把這邊是被智暴炸掉 但是這邊Kalman也倒下 可是這邊有把星星的血線壓低 讓這邊Irican有把它收掉 目前人數來說算是HQ優勢 但是Blank的人數倒的較快 所以等下補上人員是Blank較快 好 這邊還有機會做硬撐 DZ大決數量85% 有機會炸後面的後排 這邊KiKi沒有機甲 繞了一排之後 這邊Rucio的右鍵又在限制 哇DZ...KiKi的機甲 還是因為硬開了出來 這邊DZ沒有辦法打掉 所以的話DZ的脈衝彈也丟了出來 那效果也不佳 Edge Up反而是找一個破口 先把Kalman給收掉 Kalman也點掉KiKi的狀態 目前是一個一換一一的狀態 但是LazyTitan的小D.Va跳... 不是LazyTitan這邊有點掉ZightDrop 而且他有收掉Kalman 這邊DZ成功了 在側翼做了很多的傷害 吸引到了Sblank很多的注意 但是沒有人踏到點 哇這邊好可惜喔 對 人數差一點點就有優勢了 LazyTitan的D.Va差一根腳趾頭距離 就踏到點了 剛問題點是處理不掉鋼拔的一個磁杯 對 剛磁杯就在前面 飛來飛去 然後完全在閃光這邊火力壓制的時候 像脈絨炸彈 還是讓那個磁杯賺到蠻多的能量 對 他炸掉D.Va的機甲 炸到剩下一點點血 然後就被硬撥回來 賺了一大堆能量 當然Blank這邊主張選徒 確實有遭到HQ的一個弱點 主要是雙飛 刺客處理不掉 對 那狙擊手你也處理不掉 然後你主招這邊 反而是開局就有劣勢了 所以這一局目前燈塔相關關鍵了 對 其實我覺得緊張地圖 其實對HQ來說是很大的劣勢 因為他們其實沒有法拉角色 那其實在緊張地圖 法拉的這個角色 會使用配合上雙飛的話 其實威脅性很高 對 好 看到的是 四個陣打對方的長短槍陣型的喔 七六閃光對原是閃光 哇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一開始 這邊HQ是全員是往前面做壓制 直接搶到樓位置後 這邊的話七六跟魯西歐落單 魯西歐第一時間音量拳開開啟 做拉扯彈的KIKI馬上捕到正面 直接把靠面點擊掉 真的蠻可惜的是 自己家的坦克沒有跟上 所以導致後面Blank的坦克做回跳 那反而是做一個反包草 對 反包圍這邊 逃不掉的是AHQ 那這邊的話 HQ 阿瑞肯重新在進場 想去做陽台的壓制 但是因為這邊人數烈射的關係 ATA配合上隊友的結果 直接旋風火箭帶掉了 阿瑞肯 RQT 一個音量衝擊也推掉了一隻太坦 最初AHQ 那樣的行為會成功 是因為第一把不在正面 但是沒有想到在 在燈塔這陣地圖的時候 一樣是選擇 鋼釀直衝後排 可是後面是TRAIL還有KIKI的話 有回來去幫隊友 對 就是 AHQ感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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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好像是走個雙線嘛 地面部隊要去做事 但是好像是 時間是有拉開個時間差 對 當然 那樣的 原始冠進去一波的行為的話 算是蠻堵的 因為 你把一個技能交在了 衝牌上面 可是你沒有逃跑技 對 對 這段 在中途上面 原本是Blank這邊 中間卡牌的行為 我覺得 算是他們主動權比較有優勢 可是沒有想到中間的時候 是 HRP先倒下 對 看到Blank在做防守陣型的時候 其實是拉得蠻開的 HQ找到一個機會 直接往點裡面灌一波 硬把點是給搶了下來 我們看到HQ 目前大局的部分 HRK即將有野性之怒 但是Blank這邊的話 四燈即將全量五燈 這一波是Blank一波很猛烈的攻勢 HQ的話要趕快找個先手 不然就是要找一個很好時機 可是走二樓很容易被刺客給卡斷 喔 這段則是 Erikant反跳自己家的後排 對 這段包抄 反而是Erikant先倒下 二樓其後射線 並沒有人做限制 是 這段Cowman想要做繞背 但是好像被抓到了 對 Cowman繞背時間跟正面被擠下的時間 有點拉開 有點可惜 卻有開一個野性之怒 硬收掉Karis跟Crapy 感覺是個壁咚的一個節奏 這邊的話 剛把野摸掉了Cowman 再摸掉了Deezy 最近我覺得在OPC上面的 殘下塔都越來越 表情都越來越亮眼了 各種摸 對 剛剛 第一張地圖的時候 我相信 剛剛有看到 轉角摸掉一個Karis的 對 Karis的一個 嗨 反應神速 HQ 經過剛才Bad的一個 防守失敗之後呢 現在其實大絕的一個循環 來到他們的身上 四燈全亮 Deezy的脈絨戰彈也即將完成 一開始是Crapy配上閃光 先進到點上做一波壓制 這邊一波瓶上開啟 這邊是HQ的Crapy 自爆在點上開啟Kiki一炸 但是ETA在外面其實開啟一個戰術鎖定 在1r1的狀態下是點掉雷梯泰坦 HIDROP也點掉了 在點內開了三次Deezy 這邊一個神發揮 炸彈先炸掉HIDROP之後 再點掉Kiki的機甲 小送合蛋也是直接送命 靠面一個拔刀收掉的鋼靶 點上目前的話剩下的是ETA的四平七六 後面殘局收到上面的話 Deezy還在場上 可是剛剛CALMAN明顯的那波DASH有點太 摸點太大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技能結果送到點上 因為他拔刀結束的瞬間 他去不得到點上就被星星限制到 沒錯 有點可惜啊 那個傷害沒有出來 那點上Blank剛才是趁著自己星星還在 配上RQT的一個補血還有ETA 是硬把點給守了下來 OVERNIGHT開始燃燒 HQ這邊能踏點嗎 沒有人在點旁邊 OVERNIGHT已經到底了 一開始沒有想到Blank在伊利歐斯直接3比0喔 確實在無論在廢墟還是在雙飛陣容的發揮的話 Blank這一場確實有展現高強度的一個對義人 對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是BlankChill的一個溫斯頓 精彩重播 喔開局 感覺這邊要把人家踩下去了 我覺得他們自己跳下去的 點點點 兩個 這個 好 好的 好的 其實我覺得星星的highlight的判定都很快 就是其實有更帥的畫面都判定不到 我們這邊會貌似一個符號就是阿森的阿嬤 那個獎牌 最近有粉絲做那個表情符號我覺得很好笑 其實我剛才想說這個老梗應該不要再講了 真的 好 那我們這邊也是先恭喜Blank 剛才第一張選圖Edo是有達到他們的效果 那也成功3比0擊敗了HQ喔 對 確實在這邊主張選組的話Blank有蠻大的優勢 而且在第二周有機可循啦 就是雙飛這個點還是吃個陣處理不掉 就是很麻煩的問題 而且在地形獸線上面然後再加上目前HQ 找不到一個可以真的是稱得上法拉位置 之前有讓Callman拿過 對 可是後來成效不髒的狀況下 還是拿出唱片商身體來做應對 是的 那這邊也我們也恭喜Blank 這邊也很勝利 那我們想把畫面交給分析台 歡迎來到分析台喔 那我們剛剛看完這個trill的這個精彩 highlight阿森的阿嬤要不要幫他打個分數啊 這個87分 87分 蠻高的啊對不對 60分就及格了87分已經破表了 我感受遠方阿嬤的聲音是說大概87 不能再高了 不能再高了 沒有問題喔 怎麼一開始 這一場第一場剛打完 我怎麼有一種感覺 怎麼跟一開始Nito講的劇本不太一樣啊 是感覺是HQ可能要早點回家 HQ可能要早點到我下班了 因為看起來是在一開始 就是蠻有趣的地方是 EDO是廢居這張地圖 HQ選擇使用Sombra Sombra 對Sombra陣型 那 ATBOSS也會Sombra Karis 我不知道Karis會 但是Karis拿出來了 那很明顯的地方是說 我個人的觀感是 ATBOSS的Sombra我覺得 操作方面沒有問題 那大絕施放的時候 跟團隊 不太有些落差 所以不知道說是 ATBOSS這邊大絕不會放 還是團隊這邊GoTo沒做好 那反觀到Karis的Sombra的話 一開始就會出現一個 讓我覺得操作其實不夠熟練的情況 不論是偷後排被合上直接抓掉 或是傳送器 沒有傳送到 沒有丟到二樓 對 沒有丟到二樓 對 所以我覺得HQ的Sombra體系 其實目前是很明顯端不出來的 還是端不出來的 尤其是在今天Karis的Sombra的手感 我覺得 也不太適合打Sombra陣 看起來不太妙嗎 對 我覺得看起來不太妙 哇 那這樣的話感覺HQ 現在有個小小的休息時間嘛 希望他們可以在這段時間裡面做出一個 OK的調整的話 應該是還有機會繼續打的 我剛剛看到你有做了蠻多Blank的筆跡 要不要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 一開始我一直想說他們會選綠洲城嘛 結果他們之後是選了164 那我覺得Blank今天選的地圖不錯 我猜HQ沒有想到 應該沒有想到 對 大家應該都沒想到 對 HQ在想說你會跟我們打綠洲城 對 我們練了400場綠洲城為了跟你們打 結果不是 那種心理的博弈 對 那第一章到廢墟的時候 覺得跟阿森剛剛提到 就是駭影的發揮沒有到很 很極致喔 對 像一開始他一出場 馬上就被IUF直接點掉 他應該要離很極致有一段差距 對 對對對 那到了第二場景的話 雙 HQ當後面有拿下來 因為Diva跟 Diva炸掉雙飛 沒錯 之後成功打下那一點 但之後Blank開始 硬是把他們收下來 覺得 HQ如果早點換76的話 打一個長短槍陣型的話 或許會比較好的點 我覺得HQ這邊也換成一個長短槍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這樣的話就是 他變成他應對雙飛的方式 會跟閃電狼是一個很類似的方式喔 是 其實我覺得 HQ目前長短槍的陣型 比起Blank跟 閃電狼的問題是 他們沒有專精刺客位的玩家 沒有真的專精 對 雖然COMMAN我覺得他的表現不錯 但是 你說他的閃光如果要端出來打 一個長短槍的陣型 他要面對到IEG of的閃光 以及Baconjack的閃光 其實我覺得都是偏吃力的 也是啊 畢竟這個Digi這邊的閃光 被聶寶評為不夠搶的閃光有沒有 哎呀 這沒有辦法 真的是端不出來啊 Digi的76其實我覺得 有辦法跟他們兩隊的對色 可是閃光這個位置的話 其實就蠻尷尬 那就是COMMAN他又不得不承擔 閃光這個位置 如果是閃短槍的話 那如果說是藍路珠的話 那我覺得COMMAN的藍路珠 應該是可以 躺著打 Blank跟閃電狼的藍路珠 躺著打 躺著打這麼厲害 可是現在他們這兩隊 也不會出藍路珠了 藍路珠這個版本就不是他的META 所以閃光這個位置 一直都是HQ這邊蠻頭疼的一件事情 其實只有在特殊地圖 例如說打到什麼 努巴尼 A點防守 或是一些特殊情況 才有可能出藍路珠啊 不然的話其實 硬要出藍路珠的話 我覺得可能不會很好啊 我覺得在第二張地圖 待會兒應該不會想要打努巴尼 不會想打努巴尼 我覺得不會想打努巴尼 面對Blank 如果我現在是控制地圖 我已經掉一分的情況下 我不會想 我真的不會想打努巴尼 那你要不要猜一個 我會想要打 好萊塢 欸你這招很會 我會想打 但是不代表說HQ想打 對 不代表想打 欸你這招厲害啊 那如果我是教練 我在上台的時候 我也會講一樣的話啦 對 我也會想讓對方找兩回家 Abi這邊你覺得 他們會選擇哪一張地圖呢 我剛剛想要講出國王大道 但她是在講好萊塢我就 先吞下去了 我覺得你比較好調 怎麼說 你比較好調 比較單純一點 好 那我們的這張地圖 馬上就要揭曉 讓我們來看一下囉 那邊是國王大道 欸結果是打努巴尼 欸結果是打努巴尼 結果是我對囉 結果是我對囉 你對欸 沒有你這個根本刪去法 我們就選兩個 然後你再選一個就好了 可是 怎麼會想要跟Blank打努巴尼啊 搞不好HQ這邊有招啊 搞不好就是籃鹿豬有沒有 又是長招了吧 我覺得HQ就平推陣了 就是平推陣吧 我覺得他們這個努巴尼的強盤 應該是我們今天刺客戰狀態 體系的狀態也不夠好 我們拿出我們擅長的平推陣 那平推陣 哪張地圖好打 努巴尼我覺得我們可以打得過去 選國王應該也是不錯啦 如果要打平推的話 是 可是國王大道尷尬的地方 是他們攻方比較難打一些 比較難打一些 的確 那努巴尼的話之前面對到Blank的紀錄 阿QT有選擇使用小美做CUT 那時候Eric很漂亮的偏過冰牆 然後那很順便打下一點 而且夾帶大絕優勢打掉了 然後第二段 第三段 對方溫斯頓換腳換Marn了 換萊茵他就出來 但是他的能量一樣是比Eric來得低 因為Eric從頭到尾 就一直玩萊茵 他的能量來得很漂亮 所以第三段也順便打進去 所以他們這邊打努巴尼 我覺得打標準真的意味很明顯 那對於Blank來說 今天大家都知道 Edge Crew會打平推陣 那Blank這邊會不會再端出小美 還是會有什麼其他的打法 是我很好奇的 沒有問題 那我們這邊選手都已經準備就位 我們就把畫面交給主播台了 歡迎來到主播台 那第二張地圖呢 這邊是由AHQ所選擇的努巴尼 我隔壁這位他說 剛才未看先猜了 媽媽咪 媽媽咪 巴巴巴 為什麼要唱努巴尼的音樂啊 我好像唸得不太標準 那在最早的時候 Blank他們第三群人週有遇過一次 就是在打努巴尼這樣地圖 上面 但遇到AHQ這邊 他們原本有猜到說 對方有一個路徑 然後一定要施出平推陣的一個進攻 那RQT嘗試拿小美 可是有幾波上面的卡段 都好像沒有成功 對那其實好像那時候是 他們想要知道AHQ他們的風格 就會抱團然後走你後方 想用小美直接卡掉你的平推陣 還是第一個冰牆卡的失敗之後 導致說小美接下來的價值就變得很低 當然AHQ想選這張圖 原因就是因為 對在之前的隊伍上面有贏過 再來是在昨天的比賽裡面 閃電量對上Blank 一樣是出Nobody 在我們這個二樓的破口 姓美名女 名為美女 二樓七六 奶瓶一個 丟中 哎呀砸了 直接倒下 哇這邊 而且ATA有在那個側翼的時候 找到賓跟傑克的閃光進場 對那這一波都是穩攻下來 所以他們現在AHQ要防範的是 他們出平推陣進攻的時候 搶二樓這個點要怎麼做應對 對就是他們昨天是出了一個刺客證 只是單帶萊茵在二樓比較穩的這種打法 啊沒有錯 好來看到看到老公出現 沒有問題AHQ 這邊防守 一定的 最近大家真的很喜歡在一開始 防守防守會玩小美 然後卡自己人啊 這是一個戰武吧 對那我之前問過阿神 阿神說就是應該是一種儀式吧 就像是球隊開打拳道在那邊喊話一樣 可是 把砲台放在這個位置的策略 我倒是沒看過 應該是要防從地下第三線進場的吧 因為其實有時候閃光 像是閃電梁的一個三線進場 它閃光就是走地下室進來 是 有可能 就是做一個比第一個砲台的位置是情報價值 應該說偵察性 昨天 打花村的時候一樣有一個偵察 是把砲台放在大包區 是 然後正在閃光的進場 來看 一樣是出一個二樓的陣型喔 KIKI拿第一把 一樣是走二樓 對 他們跟昨天打法很相似喔 阿神我們看到其實並沒有人去走地下室的部分 那第一個砲台其實在萊茵哈特下來的時候 會逼萊茵哈特轉盾 這是蠻大的一個價值啦 來看到剛剛那個 路西歐的右鍵有成功進的到星星的進場 我們看到這邊的話 直接星星進場 那這邊的話 卻有直接回撞 我覺得剛剛RQD那個右鍵推 倒是多死一絕 對 喔 那邊想到I drop居然抓掉了DZ 這個狀況跟當中打閃亮的狀況很像 好 這邊破口第一個打開了 但是Creepy這邊點掉的是I drop 問題其實是一換一的狀態 那其實在HQ這邊還有砲塔的狀態下 那Blank其實更不敢冒然的進攻喔 這一段只要星星不會被斷奶到 那其實的話就是刺客陣騷擾會有優勢 甚至等一下大絕一存到 我進去窄口裡面開野性之怒 你要怎麼防我 直接把你壁咚到開心 那這邊A是點掉了Callman 沒有想到防守方這邊 其實HQ其實一直在掉人 其實是一個蠻危險的狀況 那這邊Blank其實在二樓部分 其實就持續打出了大量傷害 HQ的血線集體被壓低 那Karis其實以單補的狀態下 目前沒有辦法及時乃懷的一隻太爛血量很殘 音波平常開啟是Blank的RQD 演過自己團隊進場 DZ之後看到自爆丟棋之後 跟安娜做撤退 後面是一個閃光來抓後排 一打二的狀態下這邊的話 閃光來抓牌是先行撤退 喔 真的還是有機會硬撐喔 然後問題點還是在平推撐太被動 所以在二樓上面的話 Erik很輕輕狂跳的狀態下 他存到能量 而且他剛剛成功也第一波抓到安娜 我覺得這是關鍵點 我們來看到剛才那波 雖然Blank進場時間很不錯 但是其實HQ的後排部分 其實也躲得相當快喔 重新把後排架設起來之後 Blank知道大事故要趕快撤退 這邊能祈禱說目前的一個 爐心超載能不能防住對面 一到兩波攻勢喔 是 好 推斷的話 Eye Drop有大招 然後再來是奈米奇歐的一個發揮 現在Kinky是剛換機甲 所以沒有自爆 我覺得算蠻可惜的 好 我們看到Eye Drop 現在蹲後面喔 哇 這邊抓到Cowman 一輪彈甲打上去 這邊是B出了Cowman的回縮 回縮用完 Cowman位置其實相對比較容易 去做判別 Eye Drop是繞到了後方 但是其實HQ的人氣都在地面上 目前是把陣型師壓在 後方轉角的部分 哇 就Eye Drop馬上過去 一個脈動炸彈 先炸掉凱瑞斯 破口打開 這邊砲台也掉了 Eyta趁機開一個戰鬥 鎖定配上奈米奇歐開10點 雷太男這邊沒有裝甲 直接被點掉 Cowman也是難逃實現 這邊Chill的部分也受到Cowman 簡單來說 這邊Blank是一波淹進去之後 讓HQ孽團 對 這一段 在於Cowman不知道開大10點在哪邊 所以 後來快速的被點掉的狀況下 其實 應該說雷太男的 右鍵要優先去保砲台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很可惜喔 那這邊的話 Kiki 這邊的話 還是直接撞掉DZ 這邊的話 Blank拿下點之後呢 時間還有3分半的時間 哇 這一段的話 應該說Blank有針對到對方閃光的進場 然後 在開局封鎖到對面 新的路鍵的時候 Eye Drop一個人做的好事情 他先限制閃光進場 第二次去抓後面的安娜 對 我們也看到其實HQ的防守方法 是退後面轉角 那其實退後面轉角 相對來說 其實這攻擊方很大的優勢 那我們來看到這邊的話 Blank攻下一點之後 手上兩個大絕 一波平常配上自爆可以做使用 HQ這邊Creepy換回路西歐 那這邊的話 大絕部分奈米強化可以配上 DZ戰用鎖定打一波 打一波反開 這邊的話 HQ要防守下來就是優先 看似Kiki會不會太突進 或是等Kiki丟自爆了 這邊就是DZ開戰鬥鎖定的時間 是 遇到這種狀況 閃光就更應該去承受大絕 去炸對方的DVA 那這樣的話 這個奈米 奈米其實都還能做拔回 自爆丟了出來 DZ因為角度不好的關係 並沒有DZ時間開啟了戰鬥鎖定 反而是這時候後手開 但是這邊Kiki的話 已經裝甲已經好了 右邊其實看到很多傷害 A這邊也開啟了戰鬥鎖定 配上奈米強化 兩個都有點 但是其實DVA限制掉了 DZ這邊的傷害 配上卻偶因此把DZ給吃掉 在一樓部分CREEPY也是倒下 前後包抄 一開始是Kiki之間限制 然後後面Chel的話 從後面側翼去抓到DZ的位置了 哇 就沒有想到在兩邊大絕交換來說 Blank這邊還是賺比較賺了一點 價值都有發揮出來 黑太太目前只剩下他一人 目前還是有人在卡車 火車卡在這邊 問題能在目前的 靠妹進場的話 其實都抓不太到 那個A的位置 就是 沒有辦法對這個吃兵器 都再來限制啊 就這邊就很像是一個守門員的概念 就是你這個 你這把劍能不能穿過對岸的盾 就是一個問題 好沒有想到在一個焦灼其中 車推到了點 而且這邊類似還爆甲了 這邊有點虧 這邊的話 其實A可以一路往前打 並沒有人能限制他喔 這個能量 ERICAN 我覺得可以考慮換萊茵哈特 對 以能量的15%來說 可以是一個換角的好時機 這邊IGRUP鎖上過了脈衝炸彈 從左側的部分想去繞扣牌打側翼 DZ從左側復活點出來之後 有打到這個情報 這邊 隨時Blank正面開戰之後 側翼就會衝進去一個士兵氣候跟閃光 所以這邊HQ的話 其實要加以注意 是 第一波必須要騙能量的做應對 星星直接開戰 然後PZ的話殘血逃脫 現在的話有獲得一個殘血空間 目前 IGRUP要抓到對面的靠面 兩邊的星星交換位置跳進來 這邊的話我們看到是 Erik被套了奈米強化開始墊 最後在正面部分跳上的是HQ的前面 那是被安娜睡著 之後Ata這邊是套上奈米強化被戰鬥鎖定 這個大絕好快 直接點掉了Erik 這一波前壓完全是被這個後手開的戰鬥鎖定給糠掉了 對 確實在低波 其實敵馬的右鍵在開局都被消耗很多了 所以剛剛Erik在那邊好無辜喔 哇 我們看到後面這個炸 但是其實剛才其實Blank交掉了很多大絕 甚至連RQT的一波平常都拿來去抵擋住Erik的進場 他這邊的話其實 HQ的話 Erik還有一個野性速度可以做開啟 只要一波出來的話 這邊還是有防守的資本 是 這一段還沒有特效點喔 還有上次的機會 哇 我們今天把這個點掉了 兩分鐘的時間 Blank目前大絕都交完 那其實我是覺得 以大絕慢慢獲取之後 最後大絕集六燈打一波 這個時間還是夠的 是 一分半的時間 目前HQ的話 可以讓Carris先把大絕交給技大猩猩做開戰喔 目前Blank這邊完全沒有能量 可是在開局 Callman就先倒下了 哇 這邊沒想到 這邊Blank馬上打了一個破口 這邊馬上進場之後 Erik給猩猩一輪傷害 這邊是RQT配上 是Erik的溫斯頓在擋車 Erik之後馬上跳到後排去做限制 Erik之後馬上跳到後排去做限制 Erik馬上直接到了後排 又穿跳的是Creepy 這邊刺爆丟了出來 有做到了切割效果 但是並沒有收掉任何人 Erik想搶到一個側翼很好的位置 這邊安娜很危險 開始安娜馬上被盯到 一輪過去之後 騙掉了一個睡眠標之後 再次進場 可是剛剛最可惜的是 Erik必須交破那個 眼鏡制度來做拖 但是 這樣的交 又會讓Blank這邊能量優勢 又來到他們這邊 你看這邊五個燈 因為剛剛那波眼鏡制度的關係 所以大絕循環又來到Blank這邊 一千滴血的能量 那是給Blank賺了很開心 那麥紅炸彈先丟 Eta也是丟出了一個這樣鎖定 這邊Kyres、Cullman、Kirpy都倒下 那這邊Erik雖然有被套上個奈米強化 來做撐點 但是被包圍的時候 他撐上奈米強化已經結束了 現在回去找自己家安娜 但是安娜居然被卡住了 哇 這邊的話沒有人能出來踏車 Blank剩下37秒的時間是踏到了第三點 重點在第二段有幾波Cullman上面進攻的話 都沒有辦法針對到對面的後排 而且在於敵把也沒有人可以處理得掉 就是問題在四平76在這邊火力騷擾的時候 其實要靠的是閃光還有這邊隊友給予一個火力壓制 然後或者是閃光在側翼給予的壓力 是不是可以讓敵把的右鍵可以套到別的地方 沒錯我們一看到這H2在做防守防守的時候 在A點也是就是在焦灼期就開始頻頻的吊人 甚至到第三段也是 這是個蠻重的問題 對 再來我們提到 最早的時候H2在防守策略 如今超載有了 然後剩一分多鐘的時間 那其實在於那個Lady Titan沒有保到自己家的砲台 又或者是Creepy選擇不開如今超載有他的原因在 是 好那這邊的話等一下會攻守方交換由Blank做防守方 其實我是比較好奇Blank的防守策略會怎麼出 之前出過小美成效不章 那究竟HQ會不會拿出他們一直以來的一個頻推陣來做進攻 我也覺得蠻好奇的 我是覺得應該會比較 應該是會嘗試拿22的刺客陣啦 就是HQ最近在做的嘗試 當然他們有嘗試過132 對 跟132這個強度的話太依賴士兵76了 因為剛剛有跟教練聊過說 你不能讓 因為應該說DZ的士兵76很強 可是目前Lady Titan的閃光可能拿不出來的關係 對 或是原始拿不出來 對這邊是一個角色池上的狀況 碰壁導致以上的陣型沒有辦法完整 喔 這邊也是拿出的是一個勞工 感覺努巴尼每一隊都在拿勞工了 昨天是誰沒有拿 喔昨天是閃電狼沒有拿勞工 是閃電狼 第一個點沒有拿出來 那反而是打一個球穩的打法 是那我們看到Blank這邊是把砲台架在了12樓高台位置 代表說第一個砲台其實的目的就變成是直接當正面的火力壓制用 喔來看到ASU這邊的陣容 ERICAN的小美換掉了OK 好這邊一樣是出純刺客陣 所以等一下RQT第一個砲台被打掉之後第二個砲台就會放在裡面是保護自己叫鋼把的安娜 這邊算Blank有防盜啦 有防盜對面出這個車的陣型 長短槍 長短槍 Deezy這邊拿出他是比較拿手的士兵76 然後Cowman拿的是閃光 可是你覺得這樣地圖Cowman會拿忍者會比較好嗎 應該說不會 因為閃光給你撤退的壓力會比較好 但打你夠吧 因為忍者就是進去就推不出來了 那什麼可以 風險高 所以有機會就是在二樓給予壓力之後 閃光從左側這邊 進來然後配合Deeva去做包夾 但是第一次見我們看到包夾不明顯 這邊內太爛有點掉A塔非常快 Deezy的收到阿庫裡砲塔完全沒有強任何效果 那這邊的話Cowman在跟Eye Drop也是抓他的屁股 艾倫克也抓掉了鋼板 沒有想要Blank的防守策略 瞬間就被HQ給攻破了 二樓Deeva限制然後來封鎖 把人逼到二樓裡面的時候 其實就 這邊沒有做會合 我本來以為閃光也從後面之後結斷 結果沒有 對 但只靠星星下Deeva就可以把對方的氣都給幹掉 對 剛剛第一時間我們看到艾倫克跳過去都架了一個盾 先擋出砲台傷害之後 Deeva進場 第一星墊第一輪之後由Deeva做收割 Blank的後排直接爆炸 是 這波打得很快速 甚至讓第二波的保護技能也絕對不下去喔 對 現在的話目前只要讓Deeva存到大捲能量 靠Cowman一波 應該會選擇炸Kickick會比較穩一點 對 那接下來的話其實因為Blank你倒得很快喔 HQ其實假如下一波大捲有打出效果的話 會讓他們進入一個正循環 一樣這邊可以選擇讓Cowman去佈陣 可是這樣的佈陣的話 之前閃電郎他們就是 知道你這邊沒人 我就直接硬衝打一波 是 就是有點高峰 也算是高峰險啦 因為你也不知道對方閃光的真的位置在哪邊 所以有可能會變成是氣候排的打法 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車推到公車頭 這邊Blank決定要在公車頭的部分 就把車給擋下來 Erik沒有想到 一個人已經到了後面電掉了鋼把 這個畫面似曾相識 這種很兇的猩猩 也是一種召喚獸的打法 這邊 我們看到這邊跳到後面 猩猩在壁咚猩 這邊的話 缺了是蠶行沒收 但是Cowman在側翼部分 點掉了3EG-UP 對 這邊 我們最新HQ的新的寵物 Erikant 感覺每一隊的猩猩都變寵物了 是不是 最近收養了一隻貓 還有QQ 還有一隻猩猩 對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Blank其實 大絕因為每次都被HQ 搶到一個人數破口 導致說Blank大絕一直沒有成功交出來 在第三段的時候 其實獲得是一個5燈的狀況 現在在於這個大絕 然後有時候去做交換 兩邊大絕 哇看到Blank 6個燈全亮 丟出自爆來做應對 這邊完全直接撤退 哇這邊沒有炸到任何的效果 不髒 這邊是被架了一個盾起來 這段HQ的加速 吹得很及時喔 在於Krappy他們有即時摳 隊友往後撤退 那這段Blank只有拖到時間 但是完全沒有任何成效 現在就看HQ 要不要絞招來做應對 沒有錯 我們來看一下 Blank 5燈全亮自爆剛才先丟了 這邊的話 HQ一波進場 Blank這邊開起一個硬波屏障 先擋出第一波的傷害 D在側翼部分開一個戰鬥鎖定 但是前面是一個D把 D把又已經用完 這邊Kiki的話 這邊是做一個撤退 裝甲是被打到的半血 看到這段很典型的就是 製爆往前吹 我們這邊 我們也不撤退了 我們就是跟你往前打 那反而Blank這邊 交一個保護技能的時候 我就跟你硬打 來看誰比較硬 看誰比較硬的打法 那HQ我覺得剛才其實 的一個目的也算達成了一半 就是把露修的一個 保護機給交了出來 對這邊大絕慢慢的侵蝕喔 慢慢把你的那個大絕 一個一個 吃掉 逼你交大 我們看HQ剛進攻其實很猛練 但是其實我覺得他們的戰損 都在他們的控制內 那我們看到Blank 目前三燈做防守 HQ的一個大絕循環 準備來到手上 Karis手動用奈米強化 這邊是否會來放星星 又跳出去召喚手登場 直接抓到後面的後排 但是被睡著了 這邊蠻可惜的 對 這邊被丟奈米強化 但是被睡著 有點虧 但是這邊的部分 A這邊也睡著了 兩邊各睡一個 星星起來之後 安娜還沒有逃掉之後 直接被comet點掉 嗯 哇 但崔明這邊兩邊 坦克都殘血 我覺得剛HQ我做了這樣 很不錯的事情 他們到星星睡在那邊 所以他們其實 有情報出來說 Blank的後排在房間裡 所以他們全部去擠壓小房間 星星起來之後 繼續爽電一波 我覺得星星在進那個 窄口的時候 就應該要注意 最明標了 所以他應該要提前放 護盾是比較好的選擇 對 可是剛才剛把其實反應也很快 瞬間甩一下就追到了 因為一般忍者 你有招架可以擋 但是星星剛剛那個轉角 你體積那麼大 所以你一定要去防睡眠標 是 剛剛就完全浪費了 剛剛那個奈米強化 對 非常的可惜喔 我們看到這邊的話 車騎卡在這邊 卡一段時間是H2 三分半的時間可以做進攻 相對充裕 點上部分 第一次一代限制的是 左側閃光進場 打出控告 Comet第一個慢用戰爛炸掉鋼 但是自己也倒下了 哇 這段Eye Drop本來在側翼騷擾 結果沒有想到 Call Man交出回收之後 他有過去追擊這個Call Man 是 這邊有點可惜 Eye Drop手上外充炸彈 是握在手上 我們看到這邊Call Man拿出了藍路珠 藍路珠 怎麼打出破口 這邊對方刺客陣 因為目前比較大問題 我們看得出來是 Call Man有時候 進場有打到頭 但是自己也會 風險很高的狀態下 也會被Eye Drop給抓掉 對 選出藍路珠的問題 就在 究竟能不能Call到Kiki的坦位 然後又或者是 Trail能不能用自己的身體 去擋住那個鉤子 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 DZ開啟的戰鬥鎖定 1.2的QT暗示後手 Ata這邊有戰鬥鎖定 而且是由奈米強化的加持 點掉DZ之後配合上 Trail收掉了Karis 前面的AZ泰彈這邊 機甲也是直接殘血 被點掉三下兩個坦克 做逃命路 然後再做拉扯 這邊繼續拖時間喔 剛剛A泰彈的位置 在於隊伍的最後方 所以他沒有辦法 立即第一時間 來限制到Kiki那個Ata的一個第一波進場 是的 這一波 Flank終於把大絕全部繳完了 0個大絕 2分半的時間 HQ最後的攻擊時間 是 這一段就很期望 目前Call Me一個神溝 打出破口 然後再來是讓 那個自己射手有充分的發揮 神溝 然後呢 Trail的盾用完之後 然後拉音神敲 劇本 劇本 寫好了 就這樣子 喔 樓上的Trail 剛才有被發現到 但是拉音其實在一樓沒有辦法 喔 被睡著了 要不要加入上個樓 只中一個 好像不行 被勾了下來 但是 哇 這勾子因為吃雲勾的判定是沒有拉下來 難路出2.0 我討厭你 下一板你就再見啦 那這邊的話 我們看到這邊硬敲 這邊的話是逼出一個盾牌 盾牌沒了 這邊是一個敲好時機 可是我們看到blank只有預知到這個籃有大 所以他們拉的很後面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看到這邊 丟了一個自爆出來 清場之後硬讓車往前推 敲到了QT 但是沒有傷完 哇 這個難民丟時間 其實有點尷尬 蘭茵位置其實並不理想 但有收到對面 Kiki的一個機槍 對 蘭茵說我隨不到人 但是我還有烈焰擊 我們烈焰擊收頭給你看 收掉對方第一把之後 Ada從側翼出來在你牆邊的戰場所 已經開始打 這邊盾是舉得很好 抗掉大部分的傷害 這邊沒有擊殺掉任何人 反而是Kalman的藍爐族收掉了 卻有 正面的部分的話是blank一個人數烈勢 但是相對的這邊 Kalman因為被斷補的關係 補不起來直接被收掉 Ada也被開了 所以給做了點擊 我們有補給線 你們做騷擾 哇 欸 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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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l ySude RQT 這邊立一個地裂擊 直接敲倒了Deezy 之後有要撞它嗎 沒有撞到的旁邊 反而被Ada給做了擊殺 trio開箭也先進入入 mostrar撐點 先去拆你在家陣場 量2.22公尺40秒的時間 這邊画掏不掉的Deezy 還是被電療 最關ziękuję於是要撞到默的 閃光抓入安娜的位置 在單打上面的話 居然是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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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打贏了 然後這邊把 利用chill的那個行星大絕 撐到了隊友復活 目前KID還有個自爆 AQ最後的進攻 等一下應該是單給 這邊應該會給萊茵一個奈米強化吧 可是 他會被自爆限制到 所以他會變得沒有出去 對 這邊的話其實 我覺得在這種狀態下給萊茵的奈米的話會相對比較好一點 是因為對方其實一定要擋車 你捶得到人 是 這邊只給了 這邊要給了嗎 沒有他選擇給了閃光 這邊是一個奈米閃光發揮超高存在感 絕對不會隱形 絕對不會邊緣 這邊A一個這樣鎖定 直接收掉了A子太太的小DVA 少了DVA 少了DVA的一個右鍵的一個防護建制 這邊的話AQ輸出很開心 CALLMAN第一時間講 極火星星和星星被套上一個奈米強化 之後減傷沒有身亡 AQ在側翼部分持續做輸出 收掉了CREEPY 最後剩下第一隻的士兵76 一樣是受到電療的照顧 直接身亡之後沒有人碰車 沒有想到這邊HQ差一點點推到第三點 連續前面一二波打得如此的精彩 但第三點的時候卻遇到很多的狀況 我覺得在於沒有人限制到A的一個戰鬥鎖定的發揮 可能是LATER這邊的位置被限制到 又或者是CALLMAN的徹底騷擾沒有做到壓力 對LATER的機甲好像抱的時間點比較偏早 老實說後面A其實輸出很開心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是BLANKA的士兵76 確實A今天 而無論是閃光還是CREEPY 都有盯到CALLMAN的一個閃光位置 對忍者也完了 今天還沒出忍者 好 後面的騷擾完全沒有人做針對 打得很開心 對 再點 我覺得在於那個側翼騷擾的時間點 他抓得很到位啦 是 側翼的一個部分人頭沒有點清楚喔 這邊A的一個從後面來的76 也是成功的打掉了HQ 對 剛剛在應該說時間上面的交換 因為前面一二波瞬爆 那其實大局數量六個燈的狀況下 那其實BLANKA確實在最後一波有蠻大的優勢 可是利用了二到三分鐘消磨你的大招 但在最後一波的時候 居然是靠著單閃光騷擾到安娜的補擊線 所以最後是補擊線加不起來最後倒下 我覺得那蠻可惜的 對 來Job的閃光這場表現也是相當精湛喔 那這邊也先恭喜BLANKA在努巴尼的地圖也是戰勝了HQ 我們現在把畫面交給分析台 歡迎來到分析台喔 那剛剛那場比賽也是非常的精彩 而且已經贊成了2比0HQ 真的要回家啦 我覺得不太妙 真的不太妙 真的不太妙 而且剛剛看到最後一個點 那個是不是溝通上有一點失誤啊 就是當時Eric不是上去敲了一個地列級 對 就地列級敲下去之後安娜給了他一個奈米 結果他就開始加盾了 我在想其實他們太想要做這個萊茵哈特加DVa的combo 對這個combo但是沒有出來 就是Eric找不到一個好的時間的敲手 他沒有出手 反而是Lady Titan可能以為他要出手 就先丟一個空泡DVa的支爆 對 然後這邊是這個支爆其實沒有抓到東西 他只是幫助車前進的一點點 就一點點 一點點 對 那對方知道你只有你DVa沒有支爆的情況下 你來頂多是製造出CC 然後他們一樣是趕在Aaron前面晃 然後呢重點是Trail的溫斯頓 他的反應非常的及時 他在萊茵哈這一敲的情況下 他在萊茵哈前面拿著槍在電他 這樣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萊茵哈敲他就飛起來 然後反而是他身後的路線又被暈到了 但是那路線又離他很遠 離他很遠 舒服打不到 那個時候打不到 所以這邊是一連串的空打 然後安娜好像又心急了 那你沒想到再打下去 哇HQ這邊就三個大絕整個就沒了 可以看得出來HQ這邊整體來看的話 好像真的是有一點亂了 但是真的不得不說就是 Blank這邊的長短槍戰術其實也是發揮得非常不錯 有剛好觀察到Blank在攻擊方的時候 IWAP在A點的時候成功在後面有限制到安娜的一個打出一個破口 讓他們成功直接輕鬆拿下A點 因為A可以直接在二樓上面直接開大絕 就直接輕鬆一個一個收掉 那在第三點的時候Blank他們在做防守防守的時候 也有看到大家剛剛也都在講說 IWAP很明顯把安娜直接收頭 沒錯 那商談證沒有安娜之後實在是很難有就是之後的後續 對去戰力就沒了 去戰力就非常的弱 哇那這邊真的是非常可惜 而且我們這邊先恭喜Blank這邊2比0目前是領先喔 比賽還沒結束 搞不好還有三場 對 難說難說 等一下滑錯 不知道 下一場是Blank的選途 Blank的主場 沒錯 好那我們這邊就是先休息一下 三分鐘之後馬上回來囉 烏итай 烏我 爽 烏我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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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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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個沒搞頭 就跟在我眼裡 在工業區出品推在這個版本的感覺 跟炸彈鼠沒什麼兩樣 沒什麼兩樣 我也太殘忍了吧 對 跟炸彈鼠沒什麼兩樣 他的功用跟炸彈鼠沒什麼兩樣了啦 我覺得 炸彈鼠現在是一個單位就對了 我覺得他已經是一個別稱了 對我來說 你是一個炸彈鼠 你是兩個炸彈鼠 就是 可能你排天地 就是有人選伴仗 你就說對喔 你可以不要玩伴仗嗎 他說好 然後他就換一個 他就換一個炸彈鼠 因為他會喜歡奪命女 你說你可以不要玩奪命女跟伴仗嗎 他說好 換一個炸彈鼠 差不多是這樣 那你就懂他的意思 OK OK 對 你就懂他的意思 一言不合就會拉功 一言不合就炸彈鼠 你就懂他的意思 太恐怖了 好啦 我們這邊選手都已經準備就位 把畫面交給主播台啦 歡迎來到主播台 我是炸彈鼠 大家好 我是 我是什麼東西 奪命女 喔 也是齁 也是 沒關係 最近也是那個塞基末嘛 對對對 一言不合就拿顏勢 拉功 啊 開心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張地圖 其實我剛剛跟聶寶都一直討論說 欸 應該不是不會選花真 因為花真blank其實表現其實是不太OK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想說 到底是會選工業區還是會選神廟 之前在工業區 呃 之前都派出ADBOSS在打工業區啦 是 那我覺得在換上Carry時 而且在看到第一場 背景上面表現的時候 其實就 猜測說對方的亥隱可能 沒有那麼成熟 所以可能會考慮說拿出這個工業區來跟他們應拼 對 那主要我在看到AGU的幾部防守都是讓Dizzy踩二樓 然後讓Creepy選擇天使的一個打法 對 那主要因為在遇到亥隱的時候 大部分的成員都是進到那個對方大舞寶區搶高地 可是 呃 這邊就來了 對 因為有時候慈悲的奶 他就是單給一個人 可是 可是 呃 你沒有辦法分享給其他人 對對對 所以這一段的話就是讓 呃 沒關係 76你就跟慈悲雙飛 對 雙飛一起飛天 雙跑 那我們這邊其他人就是去吃那個亥隱的人 輪流排隊之舞寶這樣 對對對 去吃舞寶就好 所以 呃 在於說 帶 帶 呃 帶慈悲這個點是在二樓 如果士兵七六搶到二樓高地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用慈悲來跟他硬拼 哦 不是 不是慈悲單打 是慈悲靠76 跟對面 對 要跟對面硬拼 因為很多時候閃電郎 他們在進攻工業區的時候有一樣的狀況 就是他們搶到二樓的時候 中打都可以給 在高地給予很大的壓力 但是 呃 如果你遇到一個 靠異傷的一個76 我覺得會很難 那就是說 就是用慈悲配76 做出一個持續性的火力壓制 嗯 我們來看一下 這段是Blank先防守 對 剛才聊天太認真 我都沒有注意到HQ剛才攻擊方在家裡面 不知道是課了什麼東西 嗯 我們這個 我 我有跟 應該說我在 歐打WPS有提到說 究竟帶入修這個點是好是壞 應該說帶入修他可以獲得主動權 對 就是他不再是進攻 應該說他不再是防守方 他變得不是 他的戰術的套路變得是不再是 一直都被動 你有主動的權利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HQ 快速地是搶到右側的部分 這邊是一個面對亥隱的一個 很傳統的打法Blank 這邊是有鋼把拿亥隱 一樣強二樓 但是這邊摳雷坦人 這個是唯一是雷坦人 哇 直接勾掉 安娜第一個破口馬上打開 Ata這邊安娜直接倒下 他的Kiki也是制裁雷奇太坦 可能這邊主要虧的是Blank 其實在這張地圖中少了安娜 這邊少了安娜差了很多啊 哇 這邊一個多線操作 瞬間就把對方擠壓到這個據點的最內側 這邊點上的爭奪 來看一下這邊輸出究竟做不夠 哇 目前這邊自居為王 這邊小乳包 哇 結果這邊是一個亥隱殺掉了兩隻刺客 這邊就是亥隱陣最煩的地方 我補爆都是我的 你刺客這樣要怎麼跑 我在補爆上面跳舞 你就拿我沒辦法 我們來看到這邊的話 Blank只要吃掉HQ剩下成員 艾瑞克這邊撤退不及 被丟了衣罐逃不掉 直接被暴團擊殺 嗯 這邊比較可惜的是 閃光和原色高爆發沒有發揮到 因為主要第一個人都沒切到的狀況下 訊息不能發揮第二次的爆發 是 可惜 最可惜 我覺得剛剛 如果換石兵其右的話 效果可能會比較好 對 那其實我 剛剛Blank其實帶了兩 二 雙補帶 雙補這種比較難得的出法 是成功流浪的HQ是發揮不出效果 雖然勾掉了A塔 但是其實在還有亥隱補爆 跟AQD的補血狀態下面 Blank的血線還是維持得比較完整 對 這段一樣 大部分都會往前 可是這段Blank應該會有注意到 喔 這邊的話 電池彈都會開起來 但是沒有害到原始 靠面拔刀開墮 一個Dash 收到AQD 再墮掉鋼板 那這邊的話 Eye Drop 雖然有收掉D 只要是人數劣勢 是來到Blank身上 阿瑞克 這邊開啟個野心之路 到後排去限制掉對面的高台的人員 點上部分只剩下Eye Drop 還有D法在點上 這邊Creepy 一個右鍵一浪衝擊 收掉Eye Drop 這邊D法剩下他嗎 爆甲出來被圍毆 宋核娜 直接勝亡 這個就是駭影陣 最剛剛的問題 就是開大瞬間的時候 完全沒有人做傷害 是 對 剛剛看到開大瞬間的時候 露西歐 不知道為什麼就殘血 對 然後呢 Dash過去 欸剛好一個 再刷 剛看起來RQT也是因為 呃 大部分的奶都是由鋼板所提供 所以導致說他大絕存量 在最後一部會戰才一定是擠得出來 可是 我交不了 因為我死了 對 那其實鋼板我們看到 他影剛才一個害到的時候 他其實是很尷尬 喔 HQ是全面走左側近點 是直接先限制掉防守方大補爆的區域 哇 第一線接了上去 直接兩槍 對 這邊自爆吸管 BOOM 欸 沒死欸 沒有死 但是Diva這邊爆甲之後 重新穿回去 鋼板在側躍一步 哇 DZ跟麥克風災燃炸掉了鋼板跟A塔 但是其實自己HQ的部分 其實倒下兩名人頭 是 目前交換是完整的 但是Blank其實有一個 防守方殭屍流的營運資本 正面部分 Kiki也收掉了Erik 哇 這一波DZ出手很漂亮 但是很可惜 現在有逼迫剛剛行進較大局啊 在那個窄口的時候 我覺得HQ 呃 只要帶一個藍路珠 所以機動性會被拖出 而且剛剛那個自爆也很關鍵 甚至原本Kiki會死掉的結果 卻被救了回來 對 那導致說Blank 剛才那波帥運被抓 但是陣型相對還是完整 剛剛藍路珠去的時候想打出破口 就是先勾掉Diva這個點 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一樣是一個2-2 好痛好痛好痛 哇 好痛喔 這邊藍路珠在這種地方其實就尷尬 你要嘛就進去 直接去你左邊或右邊 不然正面就是真的被賺能量開心 對 當然你也不會讓吸星交出護盾 來保護藍路珠進場 實在是很浪費的事情 會很虧 對 通常都是由Diva會造藍路珠 現在一樣可以繞到對方家的2樓 就原是被單抓了 哇 這邊血量很殘 哇 這邊畫畫看到是殘血的Callman 但是是補了回來 喔 這邊幹嘛要做事情了 大絕準備 這邊有事要發生了 電磁脈衝波 一開 只有看到藍路珠 藍路珠對無法吸管 沒有鉤子 左鍵也沒有左鍵 點不死亥影之後 直接被Trill給電掉 這邊畫畫不看到是DT 這邊是收到Sara 來Drop直接到後排 一個人破掉 Kairis也點掉第一次有 靠妹現在拔刀 但是其實人數很劣勢 雖然多掉兩個 但是一樣是攻不下來 是 在 雷泰蘭瞬間倒下的狀況下的話 我覺得開那個拔刀是有點浪費的 是 那這邊 對 有點虧 不然其實把全部大拳凝聚到這一波攻勢的話 我覺得是相對比較有機會 來 那Blank目前的話 Eta手中戰鬥鎖定 那鋼把的電磁脈衝波其實也馬上就要好了 這邊最麻煩 Erican要開大限制戰鬥鎖定 不然這個完全沒有人擋的槍線 我覺得會遇到 呃打魯巴你的一個問題 而且甚至普通 按你這場還有 萊茵的盾 對 然後他也有敵把的盾 可是也造不出Eta的一個槍線 奇怪 那我們看到就是 Blank目前還蠻明顯的 完全部的傷害都是集中打在Lady Titan的身上 好 藍路珠帥先一勾心勾到去啦 但是這邊的話 是開出一個電磁脈衝波 是緩住了這邊HQ的攻勢 Eta在後面開啟一個 這樣鎖定這邊星星開啟一個夜星出路式 來限制他 畢咚在牆上 Eta倒下 Ki這邊一個自爆來做撐場驅趕了 HQ來點上人員第一集 馬上個電磁進場 再送你一顆炸彈 炸掉了機甲之後 送他出來直接倒下 HQ目前來點上人數優勢 這邊吹有出來 但是馬上被一勾死亡 這就是讓藍路珠活著的後果 那這邊IeDrop 丟出個脈衝炸彈 收掉正在吃便當的雷之泰坦 好 先看後續進場 殭屍流捕人上來 剛剛那一波在於 呃 閃光一個脈衝炸彈 有炸到對方的古坦克喔 我覺得剛剛雷彈已經做得很漂亮了 剛剛星星 如果再讓他蹭個幾個能量 他大局就轉好了 又快再做多點 所以 勾子這個 控場有限制到剛星星的進場 可是一個很可惜 就是藍路珠在中心點 就是一個很好的目標 被圍毆 瞬間被炸死 對 而且我們看到就是 Blank其實有意識到 就是藍路珠的威脅性是很高的 所以他們其實一直都在起火 第一個目標就是藍路珠 當然這也是沒有DBA的壞處啦 對 就在於說 閃光的一個槍線壓力 沒有人說限制 對 那你想說讓藍路珠一個鉤子 來命中閃光嗎 但是這是一個很風險的事情 是 我們看到代米拔刀開剁 三刀剁在星星上 星星被剁兩刀很痛 直接生氣野心之怒 這邊野心之怒開剁之後 反而是直接 是開始去猜陣喔 DZ的部分配上Iraken 有收掉Kiki Eye Drop也倒下 目前其實是一個2換3 英國屏障下來 是來自Creepy的一個Rucio DZ在上了自由的英國屏障 狀態下面硬收掉 RQT再點掉A DZ今天手也很燙 這邊是剛把一個對槍的血殘 狀態下還是被剛把的亥隱給做點掉 目前的話其實點數 還沒有增到33.3% 很可惜 COME一個訊息 DASH過去Eye Drop 直接身亡 我們來看到目前點上的人 其實Blank目前是靠的殭屍有在做撐點的 其實就補給線來說 HQ相對完整A 這邊可以戰鬥鎖定 直接開啟點到遠方的Creepy Creepy直接被點掉之後 後來補給線馬上做撤退 正面的話 也可能開啟一個野心之怒 來限制掉A的一個戰鬥鎖定喔 哇靠妹趁一被抓到一個DASH 拉回去 這波進攻又是被Flank給擋下來 時間一分鐘 重點是在剛把那個收閃光的一個行為的話 算是蠻關鍵的 因為如果剛DZ選擇不做硬打 那反而是推到點上的話 不肩架好 我覺得會撐比較多的時間 對 剛那波好可惜 其實就以古人頭後續換來 我們看到HQ其實補底線好完整 沒有錯 剛吹一波確實在不出底把狀的下 槍線 那個四名其後一個戰鬥鎖定 完全都沒有人做騷擾限制 然後剛正面一個大絕 就可以把劣勢打回來 對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Blank只用一個自爆配上 配上一個戰鬥鎖定 兩段大絕的時間 讓HQ後排補底線完全不敢探頭出來 對 現在奈米忍著拔刀 一波帶走 有沒有機會 剛把這個限制也很重要 是 我們看一下這邊的話 Cullman奈米拔刀先鎖 Dash用完追不到人 哇 這邊是一個拔刀散步 有點可惜 這邊有多少低法一刀 硬是把低法機甲給打掉 但是Cullman這邊 雷姿泰坦跟凱瑞斯率先倒下 Kiggy這邊雖然死亡 但是目前人數劣勢才是在HQ身上 這邊Blank只有倒下一隻 變成一個一換六 其實兩波奈米忍著拔刀 我覺得是Blank他們處理速度太快 他們就會引你到二樓去 可是路西歐在右邊他可以推人 他又可以選擇加速 讓4V76變成更強的 逃跑76 他跑出得好快喔 直接 你就能看到那個 直接衝回家耶 直接變逃兵76 而且甚至 他可以讓你的奈米忍者 引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 所以就算你有第二次Dash 把你引到一個暗箱裡面 對對對 就是引到那個 相煎小怒 對 可以破壞掉 原式的這個連刷的機制 所以這邊算是 在於說A的選擇位置真的好 而且路西歐RQT有成功的 扣住他的加速 來保住季下生命76 我覺得 我覺得Blank可能防守下 那HQ這邊的奈米拔刀真的是歸公了RQT RQT其實剛剛有個推很到耶 不然剛剛那個 原式那一道有砍到的話 第二個Dash就可以刷到76身上 如果他第一時間不選擇 砍76 就是第一時間可能是 就選擇砍坦克 我覺得會好一點 就是先讓星星單劍的衝 可是這樣的風險是 剛把萬一內部有大絕 對 開大絕 那反而原式在原地會被限制到 所以他不能衝二樓 只是一個蠻危險的點 可是我覺得我願意去拔刀賭這個風險 就是高風險高報仇 當然 一直以來原是在做的事情 我們來看到這邊防守方 也是拿出的是我們的Sumbra 又或者是懶路珠可以優先撈到高出二樓 其實當忍者拔刀虛感76的時候 雷姬太難在從左邊 那其實我是蠻想問涅寶 就是其實在B點攻擊方攻B點的時候 出藍路珠這個選項 你覺得他們的價值跟用意在哪裡 價值就是處理掉DBA這個點 是 還有說 在搶小房間會戰的時候 我覺得藍路珠的效用是比DBA搶很多 近距離的威脅性壓力是很大的 最初那個勾 有勾到Kiki是沒有隧道 可是那個自爆就是救了一切 我覺得超關鍵 第一次的劇本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選藍路珠的用意 應該說如果隧道 我不要叫醒他 那樣子的結局會不一樣 是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做法是 藍路珠勾過來安娜接一個水 現在AQ唯一的機會就是 死守A點 是 對 才有希望 我們來看一下 之前都一直被稱為 防守珠王的AQ 是否能守下A點 但是其實福斯卡A點 其實你一個害你的營運 只要一有破綻 其實隨時都會崩掉 這是蠻嚴重的問題 就算你害你能量再多 你死掉也是更會貴 是的 我來看到這邊的話 Blank 選擇走右側 是一個武衣嗎 沒有 全部都在一起 這邊卡A的那個亥隱 是跟著自己家 靠命的忍者 是在後面去打屁股 這段是閃亮最喜歡用的 是 讓76搶高處的二樓 然後可以一個充分的火力射線 哇 這邊 回抵了一個奶瓶 哇 這邊 這個好協同 兩個坦克跳進來時間 奶瓶剛好落地 他從彼岸的內方丟到這邊 哇 太準了 這個丟好遠 這個丟千球 啊丟到瞬間兩個坦克也剛好落地 對這段的話 這個協同瞬間是收掉了Blank 大部分的成員 第一次一個脈紅炸彈也幾好 直接炸掉Light Drop 第一次這邊精彩的表現 再收掉鋼把 是 呃 所有人擠在那個小房間裡面 脈紅炸彈隨便丟 隨便揍 是 好 現在HQ的影韻面有打起來囉 Karis這邊大絕數量 已經快到存好了 現在就看的是 二三波進場 這個 這個EMP能不能 對對方的進攻造成任何的壓力 或者是 他可以限制到鋼把的一個補給線 然後讓 所有人變成充電棒 是的 好 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HQ在防守下來之後 大絕層面還不錯 Karis其實有個電子脈衝波可以做使用 Blank這次決定走室內直接硬搶 好 但是這邊Karis好像跟不太到了 往後面丟 直接攻擊大絕 直接攻擊大絕 但是其實隊友都還不在旁邊 有有有有有有 Cowman可以開始Dash了 Light Drop 有收掉Ata Gomba也是倒下 但是I Drop 其實 瞬間在Pack上對我隊友的擊火 有收掉Light Drop 雷子太難的機甲 這的話是一個星星在點上 還硬踩死了 Crappy 這個好虧 也進進入開啟做撐點 樓上I Drop解決完自己的事情也是下來 滴子這邊倒下 Cowman這邊拔刀 沒有補吧 好可惜 補包就在潛前啊 對 大拇指差一點點就碰到補包了 可惜還是沒有吃到 這段的話 Ata點差不多硬撐 哇 奈米強化直接跳得上去 這邊補包居然是差一點點啊 哇 反而是被Ata給吃到救了一命啊 奈米強化在他身上 點掉了一隻Titan 哇 對 剛剛那個 在於星星看二樓那個也是蠻關鍵的 對 我覺得 Crappy剛才有個位置好像是 怕是被二樓的閃光點掉 到了終點的中心 被星星直接踩死 又或者是Crappy應該選擇 扣住睡眠鏢 不要把睡眠鏢加進遠之灰山上面 就是等星星來抓你的時候反睡 對 那反而那個星星就變得是 呃 囊中之物了 就能量就是我的 是 那這邊的話 沒有想到HQ想來做防守 這邊是硬送掉了很多人 這邊的話 HQ其實後面死亡的人還在復活中 這邊是Blanca很好的進攻機會 他們可以直接把點式架勢在戰場上 他們現在有個可以佈陣的一個優勢 Tita在後面開啟一個戰鬥鎖定 那第一時間的話 之暴也開啟康調 但是Eyedropper馬上到側翼是點掉了LazyTitan LazyTitan沒有辦法穿起新衣服 Eyedropper就沒人限制 直接又點掉了Crappy Kiki也收掉了Deezy 看一下眼皮 目前Deezy被收掉的狀況下 我覺得很難說硬撐了 現在Erik在點上收人 但是被Eyedropper直接打掉 對 目前我們看到這邊 Blank的一個補給線很完整 前排人員都還很整齊 Cowman直接一個預先拔到刷拐 他想要第一刀剁掉 想穿衣服的第一把 但是來不及 機甲還是穿上去了 沒有想要這把刀的效果 沒有發揮出來 Kiki反而反收掉了Cowman 卻有這邊一個火箭跳躍 是直接踩死了Crappy 對 點上還有人在做硬撐 是 喔 星星踩了上去 有機會 目前Deezy的話 一個慢動作戰彈非常關鍵 沒有黏到 但是第一時間還是有做出傷害 但是反而是Eyedropper 反炸Deezy 又炸掉那一台男的機甲 這邊Kiki配上了自己加A的傷害 直接把進場HQ人員 直接都收光之後 打下了第二分 哇 3比0 這邊Blank展現一個高強度喔 那在於最初的一個會戰 呃 Crappy這邊 用睡眠錶和那個 雙彈手燈彈 輕生到Trail的一個星星 然後反而被踩死 那邊是相當的虧 因為最初的會戰 應該說 進場 那雖然說他順便被秒殺 可是人數上面的話 我覺得HQ是有優勢的 對 一開始靠妹有打出一個破口 對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精彩重播 這邊來自Blank Eyedropper的閃光 他最近閃光 越來越強 就昨天其他跟Pagan在做對點的時候 其實在一些單跳狀態下面 還是有點Pagan數次 對而且 在團隊上面拉扯的話 今天也確實做到很好的表現 是的我們每次都看到在HQ 還在跟Blank做交著騎的時候 旁邊就突然出現個Flag 是Eyedropper 點掉HQ的其中一個人 這樣子 屢次的開啟Blank進攻的破口 確實 三場比賽 在飛魚上面的選圖 那有用狙擊打出一個破口 然後第二張 奴巴贏的時候 也是在 防守上面的話 有展現一個高強度 而且最關鍵的還是Eyedropper 有抓掉對方的補給線 所以最後一波 才守了整整的四分鐘 對 因為前面是大學優勢的循環嘛 然後後面就是靠那個 單命能力的單抓 去破壞對方的陣型 Eyedropper今天的表現 一直都是成功讓Blank 是似乎倒出破口之外 那其實HQ 今天的一個 Hine的發揮 並沒有很理想 那這邊也先恭喜Blank 在他自己的主場日中 是3比0擊敗了HQ 那我們現在把畫面交給分析台 歡迎來到分析台 那我們這邊恭喜Blank 是3比0拿下了這場波戰 一個勝利 真的不得不說 在主場日這邊 是不是有個光環加成 是不是特別厲害 感覺就特別強啊 真的是特別厲害 今天一整天 也沒一整天才剛開始而已 有沒有 今天目前第一個Vo看起來的話 Blank整體來說 狀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不得不說 是的 而且其實Sambra這一邊 剛把用的是越來越純熟了 越來越純熟了 那Keras在工業區這張地圖 它的害影其實也是有把 打出它的價值 也是有做出它的這個價值 但是我覺得HQ的攻方打的 就不是這麼的順暢了 沒錯 對 這一面正前演出 藍路珠不帶Diva 其實還有蠻明顯的一個硬傷 硬傷 就是你面對到對方的遠程火力 其實你是還蠻頭疼的 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人 也沒有萊茵 也沒有Diva的話 沒有人可以幫你擋 而且只有萊茵 萊茵 溫斯頓跟 藍路珠的情況下 沒有負坦位 那你沒有辦法阻止 對方的射線的情況下 你的藍路珠 不停的被當作衝天堡來使用 其實還蠻頭疼的 蠻傷的嘛 對 那 他們有可能會想要出 藍路珠的原因是想要去抗 桑布朗位 但是他們強化這一點 卻放棄了防守這一款 就是 我覺得有得必有所思嘛 沒錯沒錯 但是這個 藍路珠感覺效果發揮的沒有很好 那我這邊剛好想要有個問題 想要問IBM 你覺得這邊 HQ選擇的藍路珠 他是 他主要是想要克制這個桑布朗嗎 那你覺得他發揮怎麼樣 剛剛跟阿森有討論到 他就是問他說 誒 為什麼阿森很堅持要選豬喔 那剛剛討論到是說 他可能是想要打出一個破口 實際上他有打出好幾次 但是好像看到靠妹沒有 把那些人頭都收掉 沒錯 雖然有打出破口 但是收頭速度不夠快 這是蠻可惜的地方 好像要限制駭影 但反而好像被駭影限制住了 好幾次被駭成功之後 藍路珠被駭完之後 他沒有任何技能 沒有勾 普攻也不痛 普攻不痛 完全不能做什麼 就感覺就沒有太大的 整體來說效果並不是發揮得這麼的好 那這邊兩邊都有選擇 漢影的情況下 阿森你覺得哪邊的漢影比較厲害一點 Gomba好一些 那其實Gomba前陣子的Sumbra的表現其實 也是 也怪怪的 不太穩 真的不太穩 因為我覺得 其實很多 OPC目前的Sumbra其實用起來的感覺 都還不如韓國體系來的這麼的強勢 我覺得這個東西可能會關係到一個點 就是說這個 每一個隊伍選擇Sumbra的玩家 都是他們的輔助位去補的 沒錯 但是呢輔助位通常大決的施放時機 都是看隊友的 例如說這個 我原始有刀 我的安娜就是 我給他 我76有什麼我就給他 所以 時機點都是這個輸出位在判斷的 對 或者是依照這個輸出位的需求來判斷 簡單言之就是他們不是擔任開戰的人 但是Sumbra是相反的是 你要帶領你的隊友來打出一個破口 你要開戰 變成說是他們的整體的思考邏輯跟概念是 跟他平常所玩的角色是相反的 譬如說我平常玩這個 Rucio對不對 哎呀有人拔刀了 我聽到那句日文 我就按 我就壓下去 欸我看到什麼東西了 我就心靈祥可 就是他的技能是 比較被動的 對 但是反而說是到他玩Sumbra的時候 他的那個技能是要主動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看到就是說 要嘛就是他放太快 要嘛就是他放太慢 隊友要嘛跟不上 要嘛就是 欸他沒放我們打他爆炸了 對 就每個位置打的那個觀念都不太一樣 沒錯沒錯 就是玩久了之後會習慣那個模式 結果反而是 在切換上感覺會稍微慢一點 嗯很可惜 所以整體而言我覺得 目前OPC的Sumbra 在這第四循環大家都會拿出來做訓練 都會拿出來做嘗試 要為接下來接受賽做準備 那剩下的隊友呢 在爭奪呢 就只是名字上面的獎金詞的一個差距 沒有問題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這場OPC 誰是MVP呢 I eat you up 的閃光 的確我剛剛在最後一場的那個 工業區的時候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閃光也是很秀 是 剛剛最後一個點我覺得好可惜啊 是 就是那個DZ兩段閃進去 哼 沒貼到 沒貼到 對其實我覺得閃光一直都是隊友的一個希望 他是 你們團隊裡面最後一道防線 沒錯 那如果在你極度劣勢的情況下 你會希望 你們這一邊的閃光能夠挺身而出 然後呢 打出一個很漂亮的脈衝炸彈 然後左肩再打死一個 瞬間人頭差距拉到兩個以上 然後呢我們再開始打一波營運 這是你會期待的事情 而且 這件事情只有閃光辦得到 你說什麼我安鬧辦得到嗎 再強他那也辦不到 哈哈哈哈 再強的路修也辦不到 也辦不到 對對對 那你說溫斯頓76其實辦不到 只有閃光這個角色 才有辦法打出這樣的一個感覺 這就是為什麼 目前這個機體的要求強很高 那他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什麼nerf 那他強是很強很強 弱也是很弱很弱 端看駕駛員的這個技巧 完全看駕駛員的技巧 閃光本人喔 真的 閃光這個角色真的是上下線很高 很高很高 我玩的話可以讓你們看看 什麼叫做下線 你們一定沒有研究 哈哈哈哈 他秀下線了是不是 對對對 你們一定不能夠了解 到底有多下線 是 我大概感覺的出來 感覺的出來 是 真是非常的難過 好啦那我們今天這邊 還是要恭喜Blank3比0 贏下了這場比賽喔 那我們這邊把畫面交給佐佐 來做賽後訪問啦 好的 謝謝分析台 現在要進行到我們的賽後訪問時間 先恭喜一下Blank1Sport 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謝謝 然後在我身旁呢 就是Blank1Sport的教練 Jason也是Serenity 先跟大家打聲招呼 大家好 好 好 第一個問題呢 其實要來問的是 在廢墟的時候 其實AHQ出駭影的時候 你覺得他們的效果如何 我們練習的時候 也有遇多一些隊伍 就是專長 就是特別在很多不同的點 使用駭影 在廢墟的時候 他們也常用駭影 所以我們對他們 有一個針對的方案 只是今天那個 我們沒有成功的爭下 就是在駭影 把大捕包駭掉之前 就先到點 但是因為IEWAP的那個 國文明發威 就直接讓我們第一個 第一場團戰 就直接獲勝 所以就沒有 起到那個 SOVERA的 駭影那個 補包的效果 那在第二張 地圖駭影的時候 你在面對HQ的時候 會不會下一次就覺得說 他們會出平推陣 因為我們 對上HQ 已經輸過兩次 但我們當然輸過兩次 然後他們那個 第一點進攻 全都是選平推陣的時候 我們也有討論說 他們是否會用平推陣 反正是計畫 如果他們用平推陣的話 我們出小美的話 就可以把他們的陣型 直接切割開來 但是我們想說 因為他們也在 美邦也使用過 222的刺客鎮 所以我們還是 以我們訓練過的陣型 就是以那個 托比翁來刺 所以我們還是用 托比翁 但是也有考慮到說 他們有可能出上海鎮 好 從結果來看是好的 那其實在今天賽前呢 我們就不要問那麼嚴肅的問題 在賽前的時候 他們說希望你們可以早點回家 那現在就是 現在站在舞台上接受訪問的是你喔 我不想要聽到官方說法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回應他 這位HQ這次回去的時候 不要塞車 不要塞車是吧 哇 有點火藥味啊 好啦 謝謝Serenity接受我們的訪問 下一場比賽是由 Blain Esport 繼續迎戰Marchi Esport 那在下一場比賽正式開始之前呢 我們在沙發區會有兩隊的採訪喔 把時間交給球球之前呢 要提醒一下我們現場的觀眾朋友們 待會兒有進行我們的 Blain Esport的主場日的 有獎爭達活動 千萬不要走開喔 先把時間交給球球 來自從地下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往下 再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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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賽後沙發訪問區 我是球球 我是Blinkist教練Serenity 我是HQ教練Nito 今天非常高興可以邀請到兩位教練來這邊接受我們的採訪 其實我們會選擇這樣的組合也是這個有C過的 就是說希望就是兩位都是教練嘛 那大家應該會有很多就是平常帶隊的心得啊 或什麼東西可以跟我們大家互相分享 然後互相交流一下 這樣那我們這邊先恭喜就是今天這個3比0獲勝 謝謝 那這個一開始Nito的這個採訪的時候 不是說要這個要讓他們回家嗎 我們還是讓他們早點回家啊 因為我們被3比0嘛 還是早點回家 其實有時候太關槍就...不好 的確啦 總是要來點不一樣的 也不用這麼認真看 主要就是還是一點比賽的小樂趣啦 而且你們怎麼樣都回不了家 因為你們等一下還要打麻吉啊 因為其實我後來才發現就是 上台的時候才發現 欸對今天是Blink的主場日 唯一的原因就是今天可能他們跟我們就打一場 所以我想說say這個梗 結果沒辦法他是主場日 所以他怎麼樣都不能回家 他如果真的回家的話 我們應該所有人會很頭痛 應該很頭痛 會有一點尷尬喔 好啦 那我們這邊就是幾個問題想要問你們 先問AHQ這邊的問題好了 就是其實在第一張地圖 伊利歐斯的時候 你們是第一個選Sumbra的隊伍 那為什麼會在伊利歐斯選擇一個Sumbra 是有什麼特殊的戰術嗎 就是害人體系其實是現在控制圖蠻多地圖都可以玩的 那就是我們也是一直在不斷在嘗試一些新風格嘛 畢竟季後勢要端出來嘛 所以你小心一點 唉唷 就是因為就是大家都認為說AHQ其實就是只會打地推 那因為地推本來就是他有一定的優勢在 不過地推現在的狀況就是比較偏被動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做出太多主動權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是會一直嘗試不管是13222或是甚至加入一些害人體系就是 去強化多一點隊伍的元素啦 不過就是今天主要是第一張其實端出來的時候 對方一定會有點嚇一跳 有點嚇一跳 OK但是可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今天走位有點失誤 那你看到他第一波之後你有沒有嚇一跳 我更嚇一跳 我發現我們的害人第一波走位就失誤了 直接被IGUPG掉了 所以我更嚇一跳 我想說哇怎麼之前練都沒有這種狀況 練比賽中然後走位各種奇怪的失誤都發生了 所以就被G掉了 那我們這邊也來問一下Severenity 你有沒有嚇一跳呢 有點出其不一 但是我們知道說Carris就是一個害人的選手 所以他上場然後不是Liboss 他是有點想法了 但是也不是確定 所以我們在團練的時候也有幾支隊伍 就特別喜歡很多不同點不同的地圖都用害人 然後在164的廢墟圖我們也遇到過 所以我們也有討論過針對方案 今天沒有特別說那個做到針對的事情 就是因為溫斯頓他的跳躍 那個冷卻時間很短 然後他跳的距離跟速度都很快 所以他會比亥隱先到大舞包 所以如果我們是完全百分之百確定 對方會出亥隱的話 溫斯頓會是先去 去針對那個大舞包做防守 然後如果亥隱沒有辦法害到那個大舞包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那個角落直接做防守 給我們的奪命女一個足夠發揮的空間 你這樣把你們的戰術講出來這樣好嗎 還是你一個沒在怕 每一個隊伍去解害人的方法都不太一樣 像我們如果遇到對方出害人的話 我們打法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其實閃光會比溫斯頓更快到 閃光也有閃光去牽制對方害人的方法 所以其實大方向是一樣的 大方向是一樣的 就是要比他快就對了 只是比速度而已 沒有問題 那其實就是大家都是帶隊伍的 大家都是團隊的這個教練嘛 有什麼東西是你平常在帶隊的時候 會面臨一些什麼比較特別的問題 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嗎 是有趣的事情也可以 或者是遇過什麼很離奇的 很不開心的 很開心的什麼 大家都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呢 這次我擔任教練的話 算是第一次擔任教練 以前我在英雄聯盟的時候 擔任是隊長也是主扣 所以有一些帶領團隊的一些經驗 但是實際上當教練的話 這是第一次 所以有很多一些難懂 就是如何教導選手 如何指導他們的問題的話 我還是會有些困擾 但是大致分析或是選手的方面的話 我都做得不錯 然後現在我是就是 以前的話 我教導的方面就是 以我個人我覺得我如何學習 我是這樣子教導他們 覺得說 他們其實每一個人 學習的方法都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 就是針對他們自己 喜歡怎麼學習 習慣怎麼學習 來教導他們 這個就是你 目前就是擔任 Blink Esports的教練 一直以來學到 就算是一個經驗談 那Nito這邊也是非常經驗豐富的教練 要不要跟我們大家也分享一下類似的東西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當教練 你也是第一次當教練 Overrush的教練 OK OK 沒有啦 因為其實就之前有一些帶對經驗 那最主要是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我其實我一開始當教練的時候 我是沒有玩Overrush的 就是我是一個正規射擊遊戲的教練 轉行過來 那其實這兩個遊戲大體 雖然說風格元素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其實大方向概念是一樣的 因為選手應該是說 也許我沒有辦法給選手操作上面的一些建議 可是因為畢竟我們有時候看一些 像例如Apex的比賽 Apex聯賽 或是大陸的比賽 我們都可以看到一些打法概念 跟一些操作 或是一些技巧 那這些東西一定都是由後勤來做的 因為選手自己去看當然好 可是我會更希望我的選手是 多花一點時間在操作上面 去精進 那我的部分就是 我發揮我最大的價值就是因為 我覺得一個很強的後勤 絕對要有很多想像力 例如可能就是 例如像1-3-2戰術嘛 打法 2-2打法 一定有很多不同風格 那你要如何去找 讓隊伍適合的風格 然後去創新一些 新的打法新的概念 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對因為其實像 早期比較早打的時候 漢影體系其實是沒有的 那這個也是 我覺得應該最早應該是 從韓國人開始的 那我不否認 就韓國人的頭腦是真的厲害 所以他們既然別人有辦法 一直去經濟一些新的陣型 新的打法 例如和尚天使跟狙擊嘛 他們也研發出來這種打法 那其實 還有很多角色 如果 應該說如果我們 手上的選手的角色 詞夠多的話 有像例如 好我們所謂 XQ最喜歡的炸彈鼠 炸彈鼠 如果說今天我們這個 是完全MAN炸彈鼠的 你為他量身定做一套打法 或是風格 其實我覺得也是很厲害 也是有機會可以 也是有辦法辦到的就對了 對沒錯 剛剛Nito有提到一個點 我也是感同身受 就是他說他希望他的對 就是 後勤可以幫他做戰術上的分析 那 希望選手可以主要 focus 在操作上面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說 操作是一個教練 最難教一個選手 你跟他講說你怎麼樣射到啊 這不可能的 就是他今天沒射到就是沒有射到 對不對 就是 不可能因為你的一句話 然後他忽然開竅了 然後他的就變準了 這是不太可能 只能靠長時間的經驗累積 然後一直不斷的練習 不斷的練習 然後肌肉去習慣那個感覺 才有可能提升他的這個能力喔 因為主要來說的話 教練或是後勤 都只能給選手一個大方向跟意識 沒錯 跟概念 因為這個遊戲其實 我覺得Overwatch最迷的地方 就是他的風格跟概念是 千變萬化的 對最多變的 那但是回歸到原點 你的單兵操作如果不夠強 你就是沒有辦法去執行到執行面的東西 即使你的策略面是非常非常強的 可是你的執行面 自信不到 單兵被人家 簡單講 可能對方可能隨便出幾個角色 就把你輾壓了 你什麼東西都打不出來的情況下 是沒有辦法去完成我們想要的畫面 沒錯 那這樣的話的確有點尷尬 那我這邊也有一個問題 想要問Serverity 就是 其實在你們之前的比賽 在對上HQ的時候 是被3-0嘛 那就在這麼短短的時間內 你們是做出了什麼樣子的調整 跟什麼樣子的改變 讓你們一瞬間 從被3-0 到把對方3-0 就我們做一些就是態度上改變 還有就是一些觀念的一些教導 通常的話 因為我們就是在教導的方面 因為我畢竟是新人 我也是從選手轉制到教練的部分 沒錯 但是我有一點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玩過很多不同遊戲 然後也都有接近職業的水質 比如說新海爭霸 CS 然後英雄聯盟 現在鬥陣特攻 然後我個人的實力也都很高 像我現在這一季 那個鬥陣特攻 我積分就有到4400分 所以說如果對於選手一些 那個英雄的操作的話 我也可以給他們一些建議 但是大致的方向的話 因為我們畢竟隊伍在來台灣 就沒有什麼後勤 也是由我跟就是隊伍上的一些人處理 就是Gamba跟RQ這兩個我們來一起討論 沒錯 然後我們就是做一些討論跟一些分析 然後大致有一個大方向 然後再教導我們的選手 如何應用這些概念的話 就是我們這幾個禮拜做的一些變更 你剛剛有提到一個點 我滿感興趣喔 就是說你說你們的隊伍有這個態度上的轉變 可以跟我們就是聊一下說 態度上的轉變是怎麼樣子的改變呢 就是從一開始來的時候 大家還都不太適應說 當職業選手的一些地方 就比如說需要幾點起床幾點練習 需要花多少時間 然後在練習上的態度之類的一些事情 像一開始的話都會有一些就是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積極力來練習 就是一天六個小時的話 他們就說六個小時就散了 但是現在就變成說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目標 現在真的是一個團體 所以會朝共同目標一起努力 越來越有凝聚力這樣 真的是聽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我相信HQ這邊 在今天輸掉的比賽之後 應該回去也會有所調整跟改變吧 其實應該是說我們從 我們應該一兩個禮拜前 我們就一直在調整 因為畢竟其實大家都認為 HQ搶地推 對因為我們地推的細節是 比較多啦 就是處理得比較好沒錯 可是因為畢竟地推這種隊伍就是被動 被動型的隊伍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掌握比賽的主導權 因為地推要贏刺客 贏三輸輸或是贏遠近政 永遠都是建立在對方失誤 或是對方進來打的時候 我們是被動的嘛 我們被動細節處理好 我們殺到人 我們才有機會反咬 可是我們永遠沒有主動開戰 沒有主動權 因為在地推來說 不強的點就是因為 他沒有主動權 那我們其實已經一直陸續在調整了 那現階段就是 其實都一定會有個過渡期 就是像當初閃電狼在META 當初蘇馬吉跟蘇我們那個禮拜的時候 他們是有個轉變期嘛 然後他們現在就是很適合 找到一個非常適合他們的META 就是遠近政 那其實我覺得Blank在早期也是一樣 他們的22其實非常非常強 那當時他們也是因為 就是132的崛起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132這個陣營其實是厲害的 可是那個必須要去嘗試 要去找 那我覺得剛剛你有說到 你不是4400分嗎 我記得你是射手位的嗎 那你有沒有考慮 把Key換下來 對不對 然後讓Gater玩原式 然後EGUP玩閃光 你去玩射手位 搞不好你們變超強 我要考慮一下 沒有開玩笑 那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132這個陣型其實非常有趣 可是我自己心中還是覺得 就是22才是最強的 22是最強的 我覺得一個體系跟一個打法 能攻能守 又有主動權的這種東西 才是最強的 因為132就是破壞力 非常非常強 132就是攻擊點滿 防禦力完全沒有的那種 對 因為他的 他的防禦是只能靠和尚的大招 跟Rucio招去保 但是如果你沒有大招的情況下 你要如何去救你的後排 尤其是 我覺得 我就這樣講 像IGUP跟培根這種 S級的閃光 來了 黏一個 就炸了 就沒了 那 能叫我不出Diva嗎 我一定得出Diva 因為我們的Diva 有機會吸到他的炸 我們可以 也許讓這一波 可以繼續往後發展 可是如果說在每一波 閃光極大又快 他只要過來咻咻 炸一個 好 我們這一波又沒了 再等15秒 出去他可能poke到一半 打到一半 他又炸 他又過來了 然後我們人又被炸了 我們又尷尬了 然後又被他充能 然後我們下一波又要被炸 所以這個 我自己認為132 他還是有他的問題在 但是我還是覺得就是 每個隊伍都是 一直出去精進自己 嘗試新的風格 新的體系 我覺得才會有在 往外跨一步的感覺 沒錯 那這個東西的確是非常重要 那我們今天真的非常感謝 可以邀請到兩位教練 來這邊接受我們的採訪 那我們這邊採訪 差不多告一個段落 大家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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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